第3421章兄弟重逢 哈哈哈哈 小陈 你终于来了 在王晨将燕成月季安抚下来的时候 远处一道身影急速掠来 转眼之间 这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王晨的面前 看着王晨 这一道身影大笑了起来 大哥 看着出现在这边的身影 王晨眼前一亮 洗上眉梢 没错 这一刻归来的 赫然不就是大哥王炎吗 经过战家的管道 王晨进入到了战场当中 只可惜 却是与大哥王炎分开了 在这之后 王晨困在枯骨之地之内一段时间 之后又是去到乌山镇 去了神王洞府 进入道师王宗 再到如今 王晨却是甚至没有抽出时间 去寻找王炎 这一刻 再次看到大哥 王晨的表情 自然是变得有一些不寻常了起来 心中的激动 可想而知 大哥 你这是 然而 就在王晨朝着王炎观察而去的时候 却是忍不住神色陡然一变 好虚弱的气息 王炎的呼吸很不稳定 甚至王晨能够看到王炎 那略显苍白的面色 这显然是重伤之后虚弱的模样 尤其是王晨甚至隐约地感受到了 大哥神魂的脆弱 这发生了什么 可以说 现在的王炎伤势极其严重 是谁做的 王晨的神色冰冷了下来 呵呵 没事 一点小伤 看到王晨的反应 王炎一愣 而后憨笑道 什么小伤 王晨 你可是不知道你大哥险些陨落了 对了 若不是战家的前辈及时赶到的话 你大哥肯定陨落了 整山的人盯上了你大哥 准确地说 他们是盯上了你大哥身上的宝贝 修罗之壁 修罗之星 嘿嘿 而且绝对是传奇修罗王的修罗之壁和修罗之星 这让圣山寄予了 也只能怪你大哥 运气不好 他来到至高战场出现的地方 就是圣山的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圣山第一时间发现了你大哥 听到王炎的话 甚至不等王晨说话 燕成月便是忍不住横道 对了 这件事情 与藤家分不开关系 藤家那些该死的家伙 他们对你大哥穷追不舍 如今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还有战家 莫凤家族等势力离开圣山之后 这至高战场之内的圣山也是实力空虚 藤家一家当道 在这边 藤家还有很强大的实力 他们便是追杀你大哥的主要凶手 处日之前你大哥被追杀陷入到绝境当中 是战家强者出手相助 这才逃过一劫 燕成月看着王晨将发生在王炎身上的事情说了出来 准确地说 就是王炎出现的地方不对 正好被藤家的人发现了 被圣山盯上了 圣山不知道通过什么管道知道了王炎身上带有修罗之壁和修罗之心 这让藤家和圣山都起了贪婪之心 若是能够获得那传奇修罗王的修罗之壁和修罗之心实力会如何提升 王炎便是最明显的体现 这些人岂能不动心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何况王炎简直就是一栋的宝藏 加上王家与圣山和藤家之间的仇恨 这让他们追杀王炎可谓是不遗余力 王炎来到战场之内 遭受到了不知道多少的追杀 若不是运气好 他根本不可能活到如今 虽然王炎天赋惊人 实力强大 但是出入至高战场的王炎又能够做什么 他怎么可能是藤家和圣山的对手 这一段时间来 王炎经历的危机可想而知 听着艳成岳的话 王臣的面色越发地阴沉了起来 好 哈哈哈哈 很好 王臣怒及返校 尤其是想到 大哥这么严重伤势的情况下 还来这边寻找自己 这更是让王臣愧疚 多少年了 从小到大 大哥似乎始终都在为自己着想 王臣甚至没有忘记家族覆灭之夜 父亲和长老们的话 没有忘记当时大哥坚毅的表情 每每想到这边 王臣都不由得感觉心酸 省山 藤家 真的很好 我王臣 若是不灭你们 我王家若是不灭你们 我是不为人 王臣狠狠地怒吼道 大哥 你上事现在如何 深吸一口气 王臣看着王延连忙询问 神魂受到一些伤害 不过有战家前辈给的灵药 我的伤势却是恢复了不少 想来 应该不需要多久时间能够痊愈 王延沉吟道 大哥的实力如今应该也是踏入到了天神三重天了吧 王臣仔细观察了一下王延的实力 笑着问道 这倒是让人意外的结果 没想到 在被一路追杀的过程当中 王延不单单是踏入到了天神层次 甚至实力达到了天神三重天 丝毫不逊色艳成月 达到了三重天巅峰 甚至 若是伤势恢复 王延随时能够踏入到四重天的行列当中 显然 王延也是踏入到天神层次 踏入到神王之路之后 直接冲入到了三重天的高度 相比起来 王延为了追求足够的根基 起点却是显然低了一些 只要伤势恢复 我便能踏入到四重天 在被圣山追杀的过程当中 我却也是有了一些机缘 此番 伤势恢复 我前往湛家一趟 必然踏入到四重天 冲击五重天 也未必不行 王延露出了自信的神色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初身为一个纯阳舞者 能在圣山和滕家的追杀之下 活下来 并且在短时间之内走到如今的高度 这绝对是任何人都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了 小陈 等等你便能够见到湛家前辈和其余家族的前辈 此番 只怕你也是要与我前往一趟湛家 紧接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王延说道 去湛家 有什么事情 王臣一愣 听王延的语气 湛家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 只管我们的血脉 我们必须去一趟 具体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 战家之内 有我们的机缘 也因此 我才有希望冲击五重天 王延说道 他之所以肯定自己伤势恢复能够踏入到四重天 甚至冲击五重天 便是因为战家 这样吗 我知道了 听到王延的话 王延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不过大哥 你冲入五重天 不够 还不够 还太弱 若是战家的机缘足够强大 我祝你冲入到六重天又有何妨 王延笑道 思 听到王延的话 这一下 王延和燕成月都忍不住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两人几乎同时惊呼出声 六重天 要知道如今的王延不过是处于三重天的层次 纵然是三重天巅峰又如何 只要没有踏入到四重天 王延他便还是三重天之人 纵然处于巅峰 这样的巅峰 有时候对于有的舞者而言 就是绝路 古往今来 不知道多少的舞者 在天神某个层次的巅峰 之后一生再无寸境 却是无法冲破那一层枷锁 这样的事情 多了去了 所以 王延能够冲入到四重天 便是足够强大 若是跨越层次 冲入到五重天 这便是惊为天人的事情 但是 现在王延却说这样还不够 他希望王延冲击六重天 三重天到六重天 接连跨越这么多个层次 怎么可能 不说王延 就算是知道王延如今实力的燕成月 看着王延的眼神也是变得怪异了起来 小子 你没有疯吧 燕成月嘴角一抽 他练化魔神的骨骼 能够得到的最直接好处 都未必让燕成月有把握踏入到六重天的行列当中 王延也不过是五重天的实力 到底是什么手段 让王延如此自信地说出这一番话来 小陈 你就算是王延 这一刻看着王延的眼神 也忍不住是严肃了起来 放心吧 我自有手段 这一枚丹药 大哥你收着 说到这边 手腕一番之间 王延将一枚丹药递给了王延 这是 看着王延递过来的那一个盒子 王延诧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丹药 这便是王延的把握 天恒造化丹 天神丹药 王延眯着眼睛说道 什么 天恒造化丹 这 天恒造化丹 竟然是他 听到王延的话 王延和燕成月几乎是同时惊呼出声 天恒造化丹 这丹药 名字可谓是响亮无比 甚至对于很多天神强者来说 天恒造化丹 这个名字 他们可谓是如雷贯耳 这可是能够提升天神层次的丹药 王延此刻拿出来的竟然是这等逆天丹药 王延他 不对 难道 难道 这一段时间传闻的神王洞府之内 是王宗赤魁 丹药别夺走 也是你做的 震惊了许久许久的时间 燕成月深吸一口气 回过神来之后 仿佛想到了什么 看着王延师生问道 没错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关于神王洞府的事情 虽然当日被狮王宗极力地掩盖了下来 但是 终于 消息还是传出来了 至于消息从何而来 没有人知道 仿佛这个消息是凭空出现 据说神王洞府之内 出现了质宝 出现了丹药 这丹药 便是传闻当中的天恒造化丹 然而 这丹药却并没有被狮王宗获得 而是被神秘人半路杀出强行掠走 关于那神秘人的身份 如今整个至高战场可谓是众说风云 但是 却是谁也猜不准那人到底是谁 如今 王晨拿出来了天恒造化丹 难道这件事情是王晨 燕成月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呆滞地看着王晨 这还是人 这件事情 真的是王晨做的 若是如此的话 王晨就真的是逆天了啊 第3422章经为天人 小晨 那神王洞府的事情真的是你做的 看着满脸震惊的燕成月 王晨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件事情 很大 不知道是谁特意传出来的风声 王晨怎么可能没有听到 想到这件事情 可能是王晨做的 王晨也是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你们说的是神王洞府的话 应该是我做的 看着震惊的王延和燕成月 王晨笑着说道 嘶 猜到是一回事 听到王晨亲口承认又是另外一回事 该死的 这件事情竟然是你做的 不会吧 酒梅天恒造化丹 都被你拿到了 看着王晨 燕成月和王延都陷入到了震撼当中 这件事情 竟然是真的 而且做这件事情的人就在他们的面前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要知道 当时的王晨才进入到这至高战场多久的时间 那时候的王晨 实力又能够强大到什么地方 只怕天神三重天是顶天了吧 但是 王晨竟然 虎口拔牙 而且成功了 这让燕成月和王延面面相去 不是酒梅天恒造化丹 天恒造化丹有酒梅没错 然而 我只获得了七枚 王晨沉吟道 随之王晨便是将当初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胡三 听到王晨说完这整件事情 王延和燕成月面色更是怪异了起来 此番 是王宗追杀的人赫然不就是有胡三吗 他也是掠夺地脉的人 整个至高战场都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 到现在 听到王晨的话之后 这两人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胡三 怎是一个可怜能够形容 与王晨合作前往神王洞府 他原本是想要坑王晨的 结果呢 结果好处几乎都让王晨站进了 虽然最后胡三带着两枚天恒造化丹和几株摄灵草离开 但是 这一切与王晨的获得又怎么媲美 王晨可是获得了足足七枚天恒造化丹 还有那一块神秘的玉碟 这胡三简直就是为王晨坐驾一 替王晨背黑锅啊 好吧 就算但是的胡三蒙面 未曾被发现身份 但是 进入道师王宗之后呢 胡三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让他恨得只咬牙的严臣 就是王晨 就在他的身边吧 而悲催的是 胡三竟然再一次选择了和王晨合作 而这一次 他们图谋的却是更大 天神丹 龟魂丹 还有地脉 以及地脉之内的一切 而这一次 胡三坐驾一坐得更加彻底 竟然将所有的东西 都直接送到了王晨的手中 结果现在被追杀的胡三 可谓是没有获得什么好处 他准备了多少年 做了多少的计划 才有这一日 但是 却是被王晨给占尽了好处 燕成月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他真是同情那个胡三 反正 如果燕成月自己是胡三的话 他肯定会被气死 不带这么坑人的啊 饶是王延 也是面色怪异地看着王晨 自己的这个地点 让王延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好了 那胡三碰到你 真是他倒了八辈子没了 最终 燕成月一切的感慨 却是只能化为一声叹息 维胡三觉得可怜 维胡三叹息 谁遇到王晨 似乎都没有好结果 燕成月想到了当初自己第一次遇到王晨 当时 他们清流个不就是要与柳家联姻了吗 自己眼看着就要与柳星炎订婚了 结果呢 结果却是在关键时刻 王晨杀出 柳星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晨 将他燕成月狠狠地抛弃在了一边 这让燕成月颜面尽失 甚至一度让燕成月与王晨成为了死敌 这王晨 自身攜带诅咒光环啊 燕成月哭笑不得 那胡三也是自作自受 王延却是无论什么情况都是歇向着王晨的 虽然王晨说的这些事情 让王延也是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 胡三之所以吃亏 那是因为胡三自己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是吗 若是他没有存心要利用王晨 没有想要泄魔杀驴的话 王晨何至于如此 所以 这是胡三自己种下的因 他只能自己吞下这个果 也是 那胡三是最有因的 嘿嘿 我倒是很好奇 现在被追杀的胡三 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他是什么表情 燕成月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胡三 只怕他没有那么容易被追杀 此番 我们只怕都被狮王宗种下了印记 但是 现在胡三却是明显没有被追杀到 甚至狮王宗其怕是未曾找到胡三 王晨将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胡三这家伙 狡猾奸诈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找到 自己已经找到了抹去印记的方法 胡三想来也不会差到什么地方 最起码他是掩盖了印记的气息 这一点王晨无比确信 嘿嘿 不管那家伙如何 他现在是该头疼了 你小子最起码还遮盖了容貌 让很多人不知道你的身份 但是 那小子 他可是真真切切地用了本来的面貌 不被找到 那才有鬼了 躲得过一时 他躲不过一世 你看着吧 他要倒霉 燕成月眨巴了一下嘴巴 狠狠道 对了 小子 这么说来 你身上还有天恒造化丹 就算你动用了三枚天恒造化丹 还有四枚吧 你留着也是没用 是不是 仿佛想到了什么 燕成月笑咪咪的看着王晨 他双眼当中 此刻闪烁着的 那是一个兴奋的光芒 天恒造化丹 这东西 谁不喜欢 谁不渴望 对于任何天神强者来说 这东西都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燕成月 自然也是想要从王晨这边讨要一枚 这个 我没了 当初获得七枚天恒造化丹是没错 我用了三枚 还有三枚我却是给了师尊 剩下的一枚 如今也是给了大哥 王晨尴尬地说道 该死的 听到王晨的话 燕成月面色一僵 却是忍不住骂了一声 脸上的失望 难以掩盖 可惜了 你小子 还真是 不过 嘿嘿 我也不算是没有收获 以后 若有好东西 你小子可不能私藏 燕成月看着王晨说道 知道了 王晨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对了 大哥 四大家族和战家的强者呢 看了看四方 四大家族和战家的强者还没有出现 王晨疑惑地询问道 应该快要来了 王延晨吟道 紧接着 他看着王晨 小晨 此番去战家之后 我也会进入到你的乾坤世界当中闭关一段时间 有战家的机缘 有着天恒造化丹 我不是没有冲击六重天的可能 我打算拼一把 王延考虑着说道 战家的机缘 让王延期待 而手中的天恒造化丹 却是让王延难以抑制 若不是要去战家的话 现在 王延便是恨不得能够进入到王晨的乾坤世界当中开始冲击四重天高度 他恨不得现在就能够动用天恒造化丹冲击五重天层次 王延的实力提升 让王延有了迫切的渴望 他没有忘记 当初自己对父亲 对家族长老的承诺 王延始终不曾忘记 那血腥之夜 自己身上多出的重担 他的实力必须跟上王延的步伐 否则的话 如何帮助王延遮风挡雨 就算无法折风挡雨 王延最起码也要做到成为王延的左膀右臂 如今 他们面对的敌人还是很强大 王延需要更多的力量 王延当人不让 恩 去了战家之后 我也会进入到乾坤世界一段时间 正好 我还有一道神王残魂需要炼化 或许我能够冲击更高的层次 王延沉吟道 这也是王延的打算 若不是此番遇到王延和燕成月等人 王延说不得 需要浪费一段时间寻找两人 前往四大家族和战家等势力 集合能量 但是 现在王延却是省下了不少功夫 他需要尽快地提升实力 等到我们再次出关 便去藤家 想到这边 王延眼中寒光闪烁 藤家 这个家族不灭 王延如何甘心 这个家族不灭 王家的血海深仇 便不算报了 藤家若是不灭 大哥此番被追杀九死一生的怒气 何处宣泄 藤家 将会成为王延在至高战场当中的一个目标 藤家 挺好 嘿嘿 我早就是看这个家族不顺眼 如今 天旋大陆 战场之内 他们藤家的根都已经被我们拔掉了 剩下的也就是这至高战场之内的一股力量 而且 这一股力量绝对算不得顶尖 藤家本就是无法与四大家族和战家媲美的家族 在这边 他们又能够强大到什么地方 灭了这个家族 也好 听到王延的话 燕成月眼前一亮 笑咪咪咪地说道 手持魔神海骨 燕成月迫不及待地想要炼化 至于炼化了海骨之后 实力提升之后 当然是要做一些事情 王家在天旋大陆 在战场风光武进 清流阁与王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样的情况下 燕成月自然不会置身事外 天旋大陆和战场之内的风光 他们要在这至高战场之内重现 第3423章初次聚首 哈哈哈哈 王家主 总算找到你了 在王臣和王延 燕成月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 一阵大笑声传来 天边 此刻又是几道身影朝着此地掠来 为首的一个老者更是人还未到 便大声地笑了起来 特法鹏言 满面红光 血气浑厚无比 这便是这个老者给王臣的感觉 见过诸位前辈 看着这为首的老者 看了看其余的几个气势都收而不发 恍如泰山屹立的老者 王臣连忙行礼 这几个人都是四大家族和战家的强者 能够在这至高战场之内被称为强者 这些人的实力淡然是不会弱小 只怕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都不是如今的王臣能够对抗的 面对这些人 王臣哪里敢有丝毫的不敬 呵呵 少主窃目如此 看着王臣行礼 一个经兽的老者连忙避开了王臣的礼节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对 王家主何须客气 听到经兽老者的话 其余的老者也都是笑了起来 听着这几个人的话 王臣便是大概的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最起码这个经兽老者的身份 王臣可以确定 朱家 没错 这经兽老者必然是朱家之人 如今能够称呼王臣少主的人 除了朱家 还有谁 虽然在战家 王臣也是名义上接过了战家的棋子 成为战家的家主 但是这只是在战场之内得到承认 在这至高战场之内 王臣却是断然没有这个号召力的 还需要得到这边的战家强者们认可才行 唯有朱家 他们一直都坚定无比 所以 这经兽老者的身份不言而喻 至于其余的柳家 白家和玄武家族 这几个家族 在王臣没有取得绝对的实力之前 是不可能称呼王臣为少主的 说实话 这些人能够保持如今的态度 能够站在王臣身边 这已经让王臣足够满意 王臣知道 要让这些人心服口服地认可自己的身份 只怕自己还需要付出很多才行 最起码 需要在这至高战场之内有一番作为 王家主当真是人中龙凤 哈哈 这才来到至高战场多久的时间 竟然是将这灵周角的天翻地覆 不得不说 我白武佩服 为首的那老者这时候看着王臣 笑道 声音如雷 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想到王臣这一次将灵周闹成了什么样子 这老者便是忍不住感觉热血澎湃 掠夺地脉 这也只有王臣做得出来吧 他们白家也未必敢做这样的事情 这还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白前辈说笑了 这是白家的前辈 王臣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 很快的 在王延的介绍之下 王臣更是知道了另外几个人的身份 经受老者正是朱家强者没错 白武是白家之内最强的几个老祖之一 至于另外三人 分别是玄武家族 柳家和湛家的人 尤其是那沉默不语 身形壮硕的中年男子 他是湛家此番前来的强者 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 但是 王臣能够感受到他看向自己的时候 那一丝善意的眼神 想来 这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罢了 既然已经找到王家主 王家主没事 我们便是打算将此番派出来的人都撤回去了 王家主意下如何 在认识之后 柳家的老祖看着王臣沉吟着询问道 此番 四大家族和湛家可不单单是他们几个家伙出来了 还有不少人也都被派到了灵州这边 现在王臣没事 他们自然不想在这个漩涡 当中待太久 免得惹来一身骚 那就是真的得不偿失了 想到这边 众人朝着王臣看了过去 也好 如今 灵州是是非之地 此番 不单单是地脉被掠夺 我感觉到整个亡灵山脉似乎都发生了变化 只怕这边不太平 王臣沉吟着说道 没错 不太平 这便是王臣的直觉 自从地脉被自己掠夺之后 整个亡灵山脉似乎都在变化 这变化 微乎其微 但是 不断累积 王臣 确实能感受到 比如说 死灵风暴 那禁锢着枯骨之地的封印似乎出现了问题 那死灵风暴 似乎有逐渐冲出封印的迹象 这一点王臣是感受到了 尤其是前后两次进入道枯骨之地当中 这一点王臣的感受 更是深刻无比 这让王臣也是不由得担心 难道自己拿走了地脉 会让这亡灵山脉发生巨变 若是如此的话 只怕不是好事 恩 亡灵山脉最近是气息不太平静 有一些续乱的感觉 那地脉存在 必然有存在的作用 吃去地脉 这亡灵山脉也是必然会发生变化 我们确实不得不防 听到王臣的话 诸家老祖立刻迎合道 这也是他们的感觉 枯骨之地 对于这几个强者来说不算陌生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整个至高战场不知道走了多少地方 枯骨之地自然也不例外 他们能感受到枯骨之地的变化 那地脉 真的会影响到这枯骨之地 那我是不是 见到几个老祖的担心 王臣心中一跳 深吸一口气询问道 没必要 这地脉既然王家主拿走了 便拿走了 还回去也是无用 反倒是遭受的追杀 丝毫不会变小 既然仍如此 何须还回去 就算那地脉还在 这一日也迟早会来 这些年来 枯骨之地当中的怨气 却是已经越发的浓郁了起来 百年之前 就有一些险些无法控制 如今也不过是在强称霸了 地脉纵然还回去 也坚持不了多久的时间 而且 还回去的地脉 无法弃合 甚至会顷刻之间 让这枯骨之地崩溃 全五家族的老祖也是沉吟着说道 不等王臣说话 他便是知道王臣想要说什么 直接否定了王臣的想法 恩 没错 这一番话说的倒是在理 看来 我们都是要准备一番了 此番离开灵州之后 我们几大家族也该整合整合了 离开圣山 我四大家族战家 四大圣地 甚至是莫凤家族 新月家族这些事例 比较松散 如今 王家主到来 我们也该好好的谋划一番 柳家老祖臣吟道 也好 既然如此 王家主如何想 此番 是去往何地 百家老祖朝着王臣询问道 王臣如何打算 这才是最关键的 虽然站在王臣这边 但是 王臣具体值不值得他们或出所有 还需要看王臣接下来的表现 现在 王臣已经是要接受他们各方势力的考察 直到认可 或者否定 我打算与大哥先往站加一趟 若是诸位方便 我想 各方人员 来站加一句 如何 听到众人的询问 王臣直接说道 站加 是肯定要去的 而且 越快去 是越好的事情 那边有关于自己血脉的事情要弄清楚 或许能够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王臣也打算在站加闭关一段时间 在那边 是最好的选择 站加 也好 这就要看站阳如何说了 对于王臣的想法 没有人否定 他们却是朝着在场的站加中年男子看去 赞扬 这便是这个男子的名字 他 这一刻成为了中心 站加 在站场之内神秘 在这至高站场也是显得神秘无比 与四大家族之间密切的联系相比起来 这几千年来 站加确实低调了很多 甚至少有人知道他们站加的所在 就连四大家族和当初圣山的人 要进入到站加 都需要站加之人接引 否则的话 断然是找不到站加所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选择在站加聚合 自然需要得到站加的赞同 而站加 往日是轻易不会让人进入的 这一次呢 可以 我站加自然会安排好一切 我先带着王家主他们返回家族 你们准备好 发信给我站加 我站加自然会有人接引 被称为站阳的男子 感受到众人的眼神 直接说道 这是预料当中的事情 哈哈哈哈 如此便好 既然如此 一个月之后 我们站加再见 一个月 差不多 我们返回家族 还需要一段时间 返回之后整合能量 准备一些事情 也需要一段时间 一个月 确实应该够了 那便如此定了 见到站阳代表站加 站加答应了王晨的要求 众人呼出了一口气 面色都轻松了起来 站加 在场的人 进入到站加的次数都有限 这能够进入到站加的机会可不多 他们当然颇为兴奋 尤其是王晨 王晨与站加之间的关系 这是谁都知道的 王晨此番前往站加 又是有什么事情吗 在站加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都让人感觉到好奇 既然如此 我等便分头行动 也好 若是我等聚在一起 反倒是容易引来注意 我柳家今日便会离去 我白家 自然也不例外 在将事情定下来之后 这一下 很快的 大家便是达成了一致 在一番嘱咐之后 柳家 白家和玄武家族的人 便是率先离去 紧接着 朱家也是在与王晨交谈了 一番之后 选择了离开 我们也该走了 看着众人纷纷离去 剩下的站阳看了一眼 王晨 王延和燕成月 陈寅道 大家都开始行动了 他们自然也该离开了 这灵州 是是非之地 谁也不愿意在这边多待 站阳也不例外 第3424章前往站加 我们也该走了 看着四大家族的强者 已经全部离去 在王晨身边的赞阳 陈寅道 赤该离开了 如今 这灵州就是一滩浑水 这王陵山脉 更是一个是非之地 我们尽快离开这边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王晨点头赞同地说道 嘿嘿 我们一走了知道是好事 不过 是王宗席怕是要跳脚了吧 还有展龙阁 圣山 还有很多势力 小子 你是不清楚 那些人还以为你还在 王陵山脉之内呢 他们绝对不会贸然放弃 对王陵山脉的搜索 只怕我们离开之后 他们若是没有察觉到的话 还会犹如傻子一般 在这边寻找你的踪迹吧 那就好玩了 听到王晨和湛阳的话 燕成月却是眉头一挑 大声笑了起来 想想 王晨若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离开了王陵山脉 甚至是离开了灵州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王宗会如何 圣山会如何 展龙阁会如何 还有那些个有心思的家伙们 又会如何 那是何等精彩的画面 燕成月简直就是不敢想象 我们如何离去 战家所在何方 只怕如今灵州之内 已经是有天罗地网 小陈若是出现 第一时间便会被察觉到 听着燕成月的话 王延却是摇头苦笑了一下 然后看着身边的赞扬询问道 这才是关键 如何离开 不知道多少的视线 盯着王陵山脉 王晨若是离开这边 进入到城镇当中 必然很快便会被发现 最起码 从王延得到的消息来看 此番展龙阁和圣山 那可都是下了血本的 他们会让王晨如此轻易地离去 引来那些人的注意 到时候还不知道会产生多大的麻烦 这让王延不得不担心 燕成月的想法 自然是好的 但是 那也得让王晨能够安全离开这边才行啊 这是一个问题 若是我们被发现点化 以失王宗的实力 以展龙阁和圣山那些家伙的实力 我们还真是难以离开 燕成月回过神来 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他下意识地也是朝着湛阳看去 这家伙 有什么办法 看他现在那淡定的模样 应该是有了对策吧 他们发现不了我们 听到王延的话 感受到王晨 王延和燕成月的担心 湛阳却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被发现 湛阳从未想过这件事情 更不可能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这在湛阳看来 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湛阳的手段 岂是那些家伙能够察觉得到的 若是那么容易被察觉到的话 湛阳也不会千万年来 传承到如今 还保持着那一份神秘感了 就连四大家族和圣山的人 要进入到湛阳 都需要湛阳之人接引 否则的话 他们根本找不到湛阳的所在 从这边 便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非同一般 我们如何离开 去过战场占家的王晨 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着湛阳询问道 我激发一个阵法 以这个阵法 将会送我们直接离开灵州 湛阳看了看王晨说道 话音落下 便是看到湛阳手腕一番之间 出现了一个雕刻着古朴纹路的清盘 这是我们湛阳的宝物 一共九枚 每一枚都是一个阵法 这阵法直接接通我战家所在的那个空间 在这至高战场任何一个地方 激发阵法 都能够进入到那个空间当中 纵然神王级别的强者 也休想要捕捉到我们的气息 拿着手中的清盘 湛阳扫了一眼面露疑惑之色的燕成月说道 思听到湛阳的话 这一下不说是燕成月了 就算是王延和王晨也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逆天的宝贝 燕成月惊叹道 果然不在这个空间吗 也是独立开辟出来的空间 这手笔 无论是在战场 还是在这至高战场都只有战家有了吧 不 应该是还有一个新月家族 甚至 新月家族在天玄大陆的家族所在 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相比起燕成月的惊叹和骇然 王晨却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战家之上 他注意到了战阳说的那个空间 果然 不是在这至高战场平面空间当中 而是借助至高战场这个大空间 开提出了一个小空间 以这个空间作为战家所在 想到这边 王晨不由得感慨万千 这就是抵运 能够有这样抵运的家族和势力不多 新月家族 战家 目前王晨只是知道这两个存在 而能够在至高战场这样地方开辟独立空间 只怕是寻常神王级别的强者都吃力无比吧 不知道战家这个空间是谁开辟出来的 王晨皱着眉头 有一些出神 这清盘 还真是至宝 至于王炎 也是看着战阳手中的清盘 感慨到 至宝 没错 这绝对是至宝 无论在战场任何角落 只要手持清盘 激发阵法 都能够被送回到战家所在的地方 这不是逆天的法宝又是什么 也就是说 手持清盘的战家之人 只要给他们任何一点机会 他们就是不死的存在 清盘能够帮助他们避开任何的危险 这不算逆天 什么才算是逆天 一时间 看着战阳 看着清盘 燕成月 王晨和王炎 都陷入到了震撼当中 这至宝 催发起来 代价确实不小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动用 家族在这至高战场 不少地方都设下了政法 可以通过那些政法 直接返回到家族当中 那些政法 只有我战家之人 能够催发 至于这清盘 轻易不会动用 此番 我们也是为了避开那些眼线 不得不动用这清盘 感受到王晨等人的骇然 赞扬陈生说道 这清盘是逆天没错 但是 催发清盘代价外人哪里知道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 这清盘是不会贸然动用的 好了 我画好阵法 配合清盘可以使用了 书画之间 战阳更是在壁上 刻出了一个简易的阵法 看着那简易的阵法刻出 战阳手持清盘 看着王晨等人说道 该离开了 来 想到这边 战阳手腕一翻 他另外一只手中出现了 一枚足有拇指大小的金盒 弄擦 那一枚金盒 直接被战阳镶嵌 到了清盘之内 翁 随着这一枚金石镶嵌进去 战阳注入能量之后 整个清盘隐隐战斗和震动了起来 翁 清盘战斗 发出轻吟声 一阵清光澎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战阳之前雕刻的阵法 也是开始震动了起来 王晨等人只感觉 他们脚下的地面似乎都随着战斗 这是 灵欲吧 则则则 这可是灵外之内 才能够凝结出来的一种天地真物 蕴含强大无比的能量 而且 这还不是一般地脉能够酝酿出来的东西 寻常舞者 能够吸收这领域当中的能量 好处只怕都是巨大的 你们却是用来催发这阵法 这还真是奢侈 我相信了 这清盘还真不是能够轻易动用的 阵法战斗当中 看着清盘之上的那一枚拇指大小的零石 燕成月张大了嘴巴轻呼道 灵欲 这可是天地最精纯的能量 凝聚而成的宝贝啊 这样的宝贝 足以让一个寻常人瞬间被洗金乏脉 并且在吸收了剩余的能量之后 有可能造就一个神武者 这东西 是极其强大地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凝聚出来 而现在用这灵欲催发阵法 也难怪燕成月惊呼了 这代价是有一些大了 难怪赞扬会说那清盘不会轻易动用 没有哪个家族经受得起这样的损耗吧 就连王晨在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之后 都觉得有一些心疼 不过 另外一方面想起来 这代价虽然很大 但是 若是在关键时刻使用 也未必是不值得的 最起码 这法宝一旦动用成功的话 相信足以挽救一个绝顶的强者 比起这样一个绝顶强者而言 一枚灵欲 似乎也是显得为乎其为了 就看这清盘是什么时候使用罢了 见识不错 这灵欲是很珍贵 我战家 也没有多少这样的灵欲 所以 这一次 我们运气不错 面对王晨等人的惊叹 湛阳露出了一丝笑容说道 我们该走了 话音落下 湛阳也是不再迟疑 手中捏出了一个符印 走 哄 随着那个符印融入道清盘之内 整个清盘瞬间爆发出了璀璨到极致的光辉 那青色的光芒 甚至刺的王晨都难以睁开眼睛 强烈的清光当中 很快的 王晨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犀利传来 甚至根本就是不给王晨任何反抗的机会 那一股犀利便是席卷着王晨 进入到了一个玄妙的空间当中 天旋地转 王晨能够感受到 整个空间似乎都扭曲折叠了起来 他每一秒钟 似乎都在跨越一个巨大的空间距离 这就是阵法的作用 现在 阵法开始运转了 想到这边 王晨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战家 现在 他们正在前往战家的道路之上 第3425张战家的考研 我们到了 在扭曲的空间当中 穿梭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当王晨 王延和燕成月几乎头晕眼花的时候 他们的耳边传来了战阳的声音 紧接着便是感受到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一瞬间 晕眩消失 直到这一刻 王晨才算是看清楚四周的情况 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没有了死亡山脉那种阴沉的气息 空气显得清新无比 朝着前方看去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这简直就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这边就是战家所在的地方 看着这一片山水 王晨忍不住询问道 差不多了 但是 要去我战家 还需要通过一个传颂 这一次确实会轻松许多 现在这已经是在我战家的空间之内 战阳笑道 回到战家 战阳似乎多出了一些笑容 还有一个传颂 战家还真是谨慎 揉了揉晕眩的脑袋 艳成月苦笑道 我战家 千万年来不曾被人知道所在 便是因为这一份谨慎 战阳神色肃然地说道 好吧 战家够谨慎 艳成月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在战阳的带领下 不过是缓了一口气 很快的王晨等人 踏入到了距离此地不远的另外一个传颂阵 在战阳独特的手段之下 王晨等人再一次被传颂而出 这一次确实好了许多 正如战阳所言 这是同一个空间之内的传颂 简单很多 不过是眨眼之间的功夫 王晨等人便是出现在了这一片空间的另外一处 这是一个山谷 正是清晨时分 云雾缭绕 滑滑滑 隐隐的 甚至能够听到原处传来的一阵激荡的水流声 踏入到山谷当中 王晨等人只感觉眼前豁然开朗 这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一个巨大的断崖之上 千丈瀑布飞泻而下 恍如银河降临 激流落入到水潭当中 发出阵阵雷鸣一般的声音 而就在这水潭百米之外 一个偌大的山庄呈现在了王晨等人的视线当中 略显寂静 一切安宁 没有看到人影 但是王晨却是可以感受到 在他们出现在这边的瞬间 有几道气息便是锁定了王晨等人 这便是我战家所在 至高战场之内 我战家人员并不算多 甚至 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也是如此 毕竟这是至高战场 看着细细打量的王晨等人 赞扬解释道 与天旋大陆当初的战家相比 这边的战家 人数自然是无法媲美 要知道 当初在天旋大陆战家人数可是超过千人 甚至 诸如白家之类的家族 加上周边人员 达到了数千人 这是何等庞大的资料 莫说是至高战场无法媲美了 就算是在战场之内 也是无法媲美 若是至高战场之内 战家有这样的人口基数 无法想象会有多少的强者 走吧 我们进去 在王晨感慨之间 战扬再一次说道 话音落下 战扬便是带着王晨等人朝着庄园之内走去 古朴古色 有着浓厚的岁月气息和传承韵味 在战扬的带领下 很快的 王晨等人便是来到了战家大厅当中 哈哈 家主 终于等到你了 大厅这边 早已经有几道身影等待在这边 看到王晨 其中一道身影迅速迎了上来 大声笑道 此人 赫然不就是当初与王晨一起进入到至高战场的战家老祖吗 这是战家在战场之内的一个强大老祖 进入到至高战场 王晨便是与这些人散开了 没想到 他确实早已经来到了战家之内 此刻 再次看到王晨 这老者却是显得格外兴奋 对王晨的称呼 也是直接变成了家主 毕竟 王晨的实力在战场之内 是得到了那边战家所有人的认可 家主 这便是我战家之内的大长老 紧接着 老者迅速地帮着王晨介绍在场为首的一个老者 这是一个看起来年于古兴的老者 眼神显得浑浊 但是 若是细细看去 他的眼睛却是深邃无比 仿佛一片苍穹 让人忍不住沉沦进去 饶氏王晨 不小心之下 也差一点着道 呵呵 王家主 不错 很不错 年轻一代 有你这般能力的 屈指可述了 难怪战场之内的战家 已经认可了你的身份 见到王晨收回神 那年于古兴的老者微微点了点头笑道 我是战鹏 战家如今的大长老 在我至高战场之内 战家并没有家主 若是你能够得到我们这些老家伙的认可 你将会成为我们的家主 老者也是没有卖关子 直接说道 赞扬 你带着这位小兄弟下去休息 我有一些事情 要与王家主说 说到这边 不等王晨说话 战鹏便是扫了一眼王晨身边的燕承月 直接说道 是 大长老 听到战鹏的话 战阳连忙应了下来 小子 你们忙 我先下去 你们的事情 我也参与不了 倒不如去转转 这是一个好地方 灵气极其浓郁 看来有一条强大的地脉啊 燕承月这时候也是逝去的朝着王晨说道 也好 你的事情 等我回去之后就进行 听到燕承月的话 王晨直接说道 燕承月的事情 自然是进入到乾坤世界当中 到了战家 燕承月也应该是放心的进入到乾坤世界了 至于王晨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这战鹏显然是一个直爽的人 在自己来到战家之后 第一时间便是切入主题 现在让燕承月退下 显然是要说正事了 这样的情况下 王晨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是吗 好了 现在 这边都是自己人了 王家主想来已经知道 来我战家所为何事 等到燕承月被带走之后 战鹏看着王晨询问道 他那浑浊的双眼突然变得凌厉了起来 看着王晨 不知道 只是知道似乎与我血脉有关 王晨眉头一皱询问道 战鹏的直爽 反倒是让王晨有一些不适应 太直接 太干脆 太霸道 不知道前辈让我和小晨来到战家 所为何事 王炎眉头一皱 直接询问道 恩 看来赞扬并未与你们说 也好 听到王晨和王炎的话 战鹏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先说说地脉的事情吧 听说王家主获得了师王宗地脉 战鹏露出了一丝笑容 饶有深意地看着王晨 战羊在返回家族之前 已经率先一步将消息传回来 所以 对于王晨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家是知道一些的 这一刻 战鹏询问的便是这件事情 是 王晨回答的干脆 这件事情 没有必要隐藏 呵呵 还真是如同他们所言 王家主果然是年少有为 竟然能够以如此实力掠夺地脉 让人不可思议 王家的实力也是让人意外 天神五重天 只怕以王家主的能力 战斗力远不止于此吧 真神的传人名不虚传 不愧是能够得到那么多人认可 不愧是能够在天玄大陆和战场之内成为王者 老者笑着说道 听着战鹏的话 王晨和王岩相视一眼 两人却是难免露出了疑惑 这战鹏 要做什么 怎么将话题扯到地脉和实力纸上了 不是要说关于血脉的事情吗 王晨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王家主不需要着急 若是你没有获得地脉 没有如此实力 我或许还会犹豫 但是 现在 我心中最后的一丝迟疑却也是消失了 察觉到王晨的疑惑 老者倾咳了一声说道 战鹰 这件事情 你来说吧 紧接着 看着与王晨一起来到至高战场的那个战家老者 战鹏直接说道 战鹰 这便是战场之内 战家三个至高老祖之一 也是战鹏直系后代 战鹏显然是让战鹰来处理这件事情 是 爷爷 听到老者的话 战鹰连忙行礼 家主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你的实力 得到了战场战家的认可 但是 至高战场这边 毕竟还存在一些迟疑 所以 他们需要看到你的能力 需要看到你的手段才能够认可你 不得不说 家主当真是强悍 才来到战场短短时间 踏入到神王之路 实力不单单是冲到了天神五重天的行列 更是将整个灵周角的天翻地覆 更是掠夺走了狮王宗的地脉 原本 你来到我们战家是要接受一个考验的 现在看来 这个考验没有必要了 家主的表现已经足以媲美一切的考验 看着王晨 战鹰感慨万千帝说道 身为跟着王晨进入到至高战场 要辅助王晨得到战家彻底认可的战鹰而言 王晨的表现很好 不单单是很好那么简单 甚至完全是让人不可置信 这从自己爷爷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如此之下 一切就简单了很多 家主 既然考验不需要了 我便直接说吧 此番 让你与你大哥来到战家 为的就是神无血脉的事情 在至高战场这边 战家有一个禁地 那是历代家主才能够踏入的 但是 这个禁地 已经有千年没有人踏入了 因为这千年来 我战家家主之位一直悬而未决 没有真神血脉的人 是不可能踏上这家主之位的 而现在 你已经初步得到了我们的认可 也有了足够的资本让我们信任 你与你大哥 可以踏入到那一片境地当中 在那里面 你或许可以找到很多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 在里面 你需要取回一件东西 那是代表着战家至尊的一枚权杖 也是我战家至宝之一 得到那东西 你便可以彻底地获得我战家认可 成为战家之主 战因看着王臣说道 语气显得凝重 战家尘封了千年的境地 没错 这一次 他们让王臣来到这边 便是要让王臣去那个地方 千年来 无人进入到那境地当中 是因为没有人有这个资格 但是 王臣现在来了 他 有这个资格 他 要进入其中 王臣想要登顶战家 这一遭 是非走不可 第3426章误解 战家的境地 听到战因的话 王臣眉头一皱 沉声难难道 这是出乎王臣预料的 没想到 关于血脉的事情 要进入到战家境地当中 才可能找到 而更让王臣想不到的是 战家的家主之位 竟然已经是悬空了千年之久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真的是神无血脉消失之后 战家便再无家主吗 这让人觉得不可置信 王臣朝着战鹏看了过去 这个战家如今的大长老最有权力的人 他是什么态度 你可以进去试试 那地方 非神无血脉不可入内 我也未曾进入过 不知道其中情况 感受到王臣的眼神 战鹏面无表情地说道 可以 我去试试 听到战鹏的话 王臣与王妍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 直接说道 进入到战家境地当中 走一遭便走一遭 又有何惧 王臣还不信 那地方难道是龙潭虎穴不成 哈哈 好 既然如此 明日 家主便可进入到那境地当中 听到王臣的话 战鹏笑了起来 当然 你大哥也可一起进入其中 毕竟你们两个是如今唯一拥有神无血脉之人 战鹏补充道 这也是他们让王延留在这边的目的 可以 听到战鹏的话 王延没有迟疑 直接答应了下来 就算战家不说 王延也会走这一遭 何况 王臣进入到了其中 对于那充满了未知的境地 王延自然是希望陪着王臣一起进入到其中 既然如此 我现在便带家主下去休息 明日早晨 我便带家主前往禁闭 正是说完 战鹏呼出了一口气 看着王臣说道 话音落下 战鹏便是带着王臣和王延朝着战家府邸深处而去 小子 你们刚才说了什么 来到战家最身处的一个别院当中 告别了战鹏之后 王臣和王延便是与燕城乐聚在了一起 看着王臣 燕城乐满脸好奇 将自己打发走 这战家找王臣又是有什么事情 明日 我可能需要去一个地方 那地方 你却是无法前往 王臣沉吟着说道 是家族的核心地带吗 听到王臣的话 燕城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也好 这是你们战家之内的事情 我一个外人也不便参与 正好 小子 我打算进入到你乾坤世界当中 冲击四重天层次 同时准备恋换移给我的那个机缘 既然如此 我打算今日便进入到那乾坤世界当中 燕城乐锦接着说道 王臣和战家的事情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战家 应该不至于对王臣做出什么事情来 再说 若是战家真有歹意的话 难道燕城乐留下来便能够力揽狂澜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 既然如此 燕城乐还不如早一些进入到乾坤世界当中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若不是此番要来战家的话 只怕燕城乐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进入到乾坤世界当中了吧 那一截魔神的骸骨 让燕城乐着实是心仰难耐 恩 也好 既然如此 我现在便送你进入到乾坤世界当中 听到燕城乐的话 王臣沉吟了一下 很快的答应了下来 来到战家 燕城乐却是没有什么事情了 与其在这边浪费时间 不如早一些进入到乾坤世界当中修炼 燕城乐若是有更强大的实力 对于王臣来说 也绝对是一件好事 小子这就是你的乾坤世界 嘖嘖嘖 果然是有了地脉之后不一样了 比起上一次 却是灵气浓郁了不知道多少 乾坤世界当中 看着眼前的世界 感受着这个世界当中流动的能量 燕城乐瞪大了眼睛 乾坤世界 燕城乐是来到这边修炼过的 那是在战场的事情 那一次 乾坤世界已经让燕城乐惊为天人 不说那本就是不逊色战场之内的灵气 就说那时间的叠加 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逆天 而现在呢 现在再一次来到这乾坤世界之内 燕城乐再一次被震撼了 好浓郁的灵气 以为这至高战场的灵气已经足够浓郁了 但是哪里想得到 这乾坤世界之内的灵气 却也是丝毫不逊色 甚至隐隐压制了至高战场之内寻常地方的灵气 而且 更主要的是 燕城乐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王晨纵然获得了地脉 但是 想要让地脉完美地融合到乾坤世界 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今 才初步融合 这灵气便是如此浓郁 若是将来完美融合 那试问天下之间 还有几个地方会是比乾坤世界更好的修炼之地 这不是逆天又是什么 小子 不得不说 我真的心动了 现在有一种杀人越货的冲动 深吸一口气 看着王晨 燕城乐悠悠说道 那眼神别提示多么的忧怨了 不知道的人 看到燕城乐这模样 还以为王晨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欠了他多少钱呢 呵呵 你可以试试 现在你还没有杀人越货的本事 燕城乐的话 也是逗笑了王晨 他哭笑不得地说道 不说笑 小子 你真要小心一点 这件事情 我知道也就罢了 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 纵然是湛家 你能隐瞒最好都隐瞒 否则的话 他们也难免心动 有这么一个乾坤世界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有了开创时代的资本了 燕城乐苦笑道 若不是自己与王晨如今的关系 若不是真不想得罪王晨 他还真有一些杀人越货的冲动了 我知道 不过 湛家只怕难以隐瞒 毕竟你凭空消失 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 他们不会知道乾坤世界之内的情况 王晨直接说道 恩 这也好 燕城乐点了点头 正如王晨所言 自己一个大活人 凭空消失 想让湛家不注意都难 不过 呵呵 小子 等到我练化了那一段海骨之后 说不得 要与你一战 到时候你可别哭天喊地 哈哈哈哈 想到马上就可以练化那一段海骨 燕城乐也是兴奋地笑了起来 谁 谁要欺负我哥哥 然而 燕城乐的笑声还未落下 不等王晨开口 一阵清脆的声音 却是在这时候传来 紧接着 一道紫色身影出现在了 王晨和燕城乐的视线当中 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富如宁之 双眸如月 倾国倾城 这简直就是上苍最完美的造化 看着这突如其来出现的少女 饶是燕城乐也是不由得看呆了 嘶 小子 我 我没有眼花吧 这 这你是金屋藏娇了 燕城乐看着王晨的表情怪异了起来 在这乾坤世界之内 竟然看到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女子 这简直是足以让任何男人都不淡定的事情 这女子难道是九天玄女下凡不成 这世界还有如此完美的女人 要知道 燕城乐见过的美女很多 姬雪玲 紫兰 可儿 柳心妍 白家的白玲 新月家族的新叶 这些女子 哪一个不是国色天香 绝是佳人 尤其是柳心妍 更是一世独立 不似凡间之人 就连一直蒙着面纱的忘情古圣女 也必然是绝色佳人 按道理来说 见惯了这些美女的燕城乐不应该有什么反应才对 在她看来 这个世界上必然是找不到比柳心妍更加完美的女人 但是 现在呢 现在 站在面前的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穿着紫色长裙的少女 确实让燕城乐惊艳了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简直就是完美 丝毫不逊色柳心妍 甚至比起柳心妍 她显得更加清新 更多出了一种出尘脱俗的气息 这还是这个世界能够有的女子 而现在 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子 出现在乾坤世界当中 出现在王臣私人的领地之内 这让燕城乐能不多想 难不成王臣金屋藏娇 燕城乐被自己的想法都吓到了 可可可 这个是 听到燕城乐的话 王臣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便要解释 哥哥 什么是金屋藏娇啊 还有 这个家伙是谁 她要欺负你吗 她刚才说说要打哥哥你 哥哥 小韵帮你教训她 只是不等王臣解释什么 小韵确实率先忍不住开口了 这小韵一开口 一番话 便是让王臣彻底地崩溃了 王臣真是哭笑不得地看着小韵 不知道该说什么 燕城乐也是变得目瞪口呆 李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样一个妹妹 小子 你不会是喜欢这口味吧 燕城乐面色越发地怪异了起来 小韵 哥哥没事 这大哥哥是哥哥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以后也是小韵的哥哥 他刚才跟哥哥开玩笑呢 小韵 你不是还在修炼吗 怎么出来了 听到燕城乐的话 王臣嘴角狠狠地抽了抽 朝着燕城乐翻了个白眼 王臣直接看着小韵询问道 刚才人家是在修炼呢 但是 感觉到哥哥来了 小韵就不修炼啦 哥哥是来看小韵的吗 还有 这坏家伙 才不是小韵的哥哥呢 小韵的哥哥只有一个 小丫头横横了一生 那俏皮的模样 搭配着那天使的容颜 真是让人有一些沉醉 这 好吧 小韵的哥哥只有一个 不过 这个大哥哥可不是坏人 他要留下来修炼 要练花小韵收藏的那一段宝贝呢 小韵放心 这哥哥不会打扰你修炼的 你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修炼好不好 对于小韵的话 王臣哭笑不得的安抚道 不想办法让这小女子 接受燕成月在这边修炼的事情 王臣还真是担心出现什么事情 别看小韵现在十六七岁的模样 但是 她的想法 却还只是与一个七八岁的少女差不多 最起码 没有取回记忆之前是这么一回事 到时候小韵和燕成月一言不合 燕成月可就真的是要吃苦了 王臣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 现在必须跟小韵解释清楚 而这 也是让小韵融入到王臣圈子当中 所需要踏出的第一步 第3427章隐瞒情况 哼 人家才不喜欢这家伙在这边修炼 讨厌 谁让他刚才要欺负哥哥了 算了 既然哥哥这么说 我就不管了 面对王臣的安抚 小韵皱了皱眉眉头 嘟着嘴横横了一声 那算了 哥哥 我先回去修炼了哈 小韵快要能够融合记忆了呢 到时候就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去找哥哥啦 小韵先回去了 紧接着 又是在王臣的一番安抚之下 小韵狠狠地瞪了一眼燕成月 然后拉着王臣的手撒娇地说道 话音落下 小女子念念不舍地看了一眼王臣 这才迟疑着返回到地脉核心当中 继续修炼 小子 你这是 你现在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 眼看着小韵离开 被王臣亮了好一阵的燕成月 看着王臣面色不善地横道 王臣有了柳心妍还不够 还要招惹别的女人 好吧 紫兰是得到了柳心妍的认可的 那燕成月管不了 但是 这小女子呢 虽然饶是燕成月都不得不承认 这小女子真的是很诱人 但是 王臣也不该如此啊 这癖好 这金屋藏娇 若是柳心妍知道了 还不知道要多伤心 虽然燕成月认可了王臣与柳心妍的关系 但是 她却是从未彻底地放下对柳心妍的感情 或许 从第一次见面的经验开始 就注定了燕成月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柳心妍这个女人 虽然不能与柳心妍在一起 但是 她能够守护柳心妍 能够看着柳心妍 能够成为柳心妍的后盾 若是王臣欺负柳心妍 燕成月可不容许 若不是柳心妍 燕成月也不可能与王臣的关系走得这么近 甚至是放弃了那一段耻辱的仇恨 所以 现在燕成月的面色不善 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之前 小韵在这边 燕成月只能强忍着怒火 但是 现在 只剩下了她与王臣两人 燕成月无需忍耐 这件事情是这么回事 听到燕成月的话 感受到燕成月的怒火 王臣忍不住苦笑了起来 紧接着 她连忙将自己与小韵相遇的事情 以及小韵身份的事情都告诉了燕成月 对于燕成月 王臣没有必要隐瞒这些事情 什么 听完了王臣的续说 燕成月已经瞪大了眼睛 这一刻 燕成月的表情 那叫做一个精彩 蓝脸的不可置信 张大了嘴巴 表情 说多怪异就有多多怪异 该死的 这么说 那小你子是当初沉睡在地脉核心当中的狮王 你小子掠夺地脉 顺便将这狮王给掠夺了 而且 还让这狮王将你当成了哥哥 燕成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王臣说的那一番话 资讯含量实在太大了 大概是这么回事 王臣苦笑道 嘶 得到王臣的确认 燕成月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知道狮王宗为何这么疯狂地追杀你了 若是我 我也跟你不死不休 燕成月表情怪异地说道 你小子 掠夺了人家的地脉本 就是不死不休的仇恨了 好吧 结果你还顺带拐骗走了人家的狮王 这狮王 显然不简单 狮王宗 我知道一些 寻常狮王 哪里有这智慧 纵然是强大的完整狮王 也不至于如此 理这狮王简直就是与常人无异 这狮王能简单 只怕这狮王 才是狮王宗真正的正宗至宝吧 为了这狮王 不知道狮王宗付出了多少 甚至让他沉睡在至宝阴阳关当中 结果却是连带着阴阳关都落入到了你的手中 狮王宗真正疯狂的 只怕就是这件事情吧 甚至 他们可以不要地脉 但是不能不要这狮王 我还真是为狮王宗感觉悲哀 他们这才是真正帮你做了嫁衣啊 对了 还有那狐三 只怕狐三真正的目的也是这狮王 地脉 他狐三拿不走 但是 这是王 狐三却是带着走 但是 现在却是 王晨这小子 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面对这一件件事情 燕承月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好了 知道了小女子的身份之后 燕承月的愤怒已经消失 只剩下了对王晨的妒忌 这家伙 运气真是好到逆天了 神王洞府 施王宗 这两个地方 王晨都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机缘 此番战家 机缘只怕也不会差 这小子 真的是被神眷顾的小子 你也别妒忌 李那魔神海谷还是这小女子当初收藏的呢 若不是她 你能有机会找到这魔神海谷 李小子也欠了她一份天大的人情 看着燕承月那一脸妒忌的模样 王晨翻着白眼说道 这王晨的一番话 瞬间便是让燕承月无话可说 这魔神的海谷 说起来还真是小运的东西 这人情真的是欠大发了 好吧 小子 我知道了 那小女子爱如何 我忍着就是了 她不是在核心修炼吗 我避开还不行吗 日后 她若是有事情 我肯定全力相助 燕承月苦笑道 这人情不得不认下来 也好 既然如此 你便在这边修炼吧 我要回去了 今日 我会休息一下 明日我会直接进入道战家境地当中 至于你 在这边修炼也无需担心 若是当初的乾坤世界 说不得 难以承受太恐怖的能量摄取 但是 如今有了地脉 乾坤世界已经能够自行衍生能量 速度还不慢 应该不会有问题 也不至于影响你修炼 何况 我也在 若是乾坤顶能量不足 我会打开贯通外界的通道 让能量涌入的 见到燕承月总算是逐渐平静下来 王晨拍了拍燕承月的肩膀说道 话音落下 又是交代了一番之后 王晨这才离开乾坤世界 返回到了外界战家当中 怎么样 他安排好了 看着王晨归来 等待在房间当中 镇守乾坤顶的王炎 笑着询问道 解决了 王晨笑道 恩 既然如此 我们剩下的便是明日进入道那禁地当中了 此番 进入道战家禁地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主 既然能够被称为战家禁地 只怕不会简单 王炎沉吟着说道 明日 进入道战家禁地 这让王炎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我知道 听到王炎的话 王晨的神色也是肃然了起来 身为战家的禁地 哪里会简单了 此番 进入道那禁地当中 只怕还会发生不少事情 想到这边 王晨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明天 去看看就知道了 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来了 那禁地之内 该知道的 我们都要知道 紧接着 眼中闪过一丝坚毅的眼神 王晨沉声说道 他握紧了拳头 陡然之间 周身散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战意 恩 既然来了 我们自然是要摸清楚这其中的门道 这禁地 到底是地狱 还是天堂 明日我们去看看便知道了 听到王晨的话 王炎一愣 而后笑了起来 没错 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念 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心 那战家禁地 难道还能比地狱更恐怖不成 想到这一点 王炎也是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这一日 王晨和王炎便是待在这小别院当中 精心修养 调整状态 家主 准备得如何了 第二天黎明的曙光还未绽放 天色一片灰蒙 战英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王晨的别院当中 看着不知道何时已经走出屋子 在别院之内盘做修炼的王晨 战英闪过了一丝诧异的眼神询问道 在他进来的那一瞬间 王晨已经睁开了双眼朝着他看了过来 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了吗 看着战英 王晨询问道 恩 趁着朝阳还未彻底升起 此时正是纯阳志气最为浓郁的时候 此刻进入道家族禁地当中 会简单很多 否则的话 等到纯阳之力削弱 你们要进入道禁地当中 需要耗费的功夫便是大了很多 战英点了点头 紧接着 看了看从屋内走出来的王晨 家主 此番你们进入道家族禁地当中 切不可鲁莽行事 若是事不可为 那便退出来 我们战家 总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失败 便否定家主你的身份和地位 这一点 我战英还是能保证 大长老那边 我自然回去解释 若是因为勉强 而在禁地当中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就麻烦了 看了看四周 没有人影 战英压低了声音说道 恩 难道你知道什么 听到战英的话 王传神色一鸣 眼中一丝金光一闪而过 神色清冷了下来 询问道 战英这一番话 又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是不可为便要放弃 什么叫做不要勉强 难道那禁地当中 真的存在什么巨大的危险 难道战英已经知道了什么 还是说 在这至高战场之内 战家别有想法 王臣的心 一瞬间沉了下来 战英这压低了声音的一番话 显然是话里有话 显然是背着战家的所有人跟自己说的 王臣可以肯定 战英肯定是知道什么 这让王臣的心情 岂能好得起来 第3428章禁地 神种 死死地盯着战英 这一刻王臣的眼神锐利无比 战英既然说出了这一番话 他肯定知道一些什么 王臣想要的 便是从战英的口中问出这件事情来 可可可 被王臣这么盯着 战英还真是着实感觉难受到 王臣的眼神 反复是要将他看穿一般 我真不知道什么 你问我也没用 因为 我不曾进入到过那个禁地当中 莫说是我 整个战家 你也找不到进入过其中的人 但是 禁地之内是危险的 这一点无疑 因为 这千年来 不是没有战家之人尝试进入到禁地当中 取回代表着家主的权杖 也不是没有人想要探究关于那禁地当中的奥秘 但是 很可惜 这千年来 我战家进入到禁地当中的几个佼佼者 却是没有一个人归来 所以 这禁地 是有去无回的 我知道的 只有这些 苦笑地看着王臣 战英将他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实话 他是真不知道这些事情 否则的话 战英是不介意告诉王臣的 至高战场这边的战家怎么想 战英知道 但是 无论至高战场这边 战家的人对王臣是什么态度 他战英 对王臣的态度不会改变 家主 没错 王臣就是战英的家主 因为 王臣在战场之内 已经得到了他们战家的认可 面对家主 战英难道还会隐瞒什么 什么 你是说 那禁地之内有无尽的危险 有去无回 这些年来 竟然没有人能够归来 难道神王级别的强者 听到战英的这一番话 王臣和王妍都是瞪大了眼睛 忍不住惊呼道 神王级别的强者 也是有去无回吗 战家 这样的家族 应该有出现过神王级别的强者吧 王臣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原本还抱有的一丝乐观心态 在这一刻也是荡然无存 不说神王级别的强者了 就是天神后期的强者 若是都有去无回的话 那王臣和王妍岂不是自寻死路 战家 这是让我们去送死 王妍面色阴沉了下来 这个情况 战家不可能不知道 既然战家知道 那么 他们还让王臣和王妍 进入到那个禁地当中 这不是让王臣和王妍去送死 又是什么 谁碰到这样的情况 只怕都不会有好心情 这个 听到王臣和王妍的话 感受到两人的怒火 战因苦笑了起来 就知道这两人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战家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战家的人 进去多少 或许真会死多少 你们不是也问了吗 神王级别的强者进入其中会如何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们 三百年前 一个神王级别的强者进入到过禁地当中 但是 他也未曾归来 之时 相比起其余人来说 这个神王级别的前辈 好一些 他虽然仍未曾归来 但是 却传回了一道讯息 那就是 让所有战家之人不得进入到禁地当中 也就是那之后 三百年来再也没有战家之人前往禁地 毕竟 神王级别的强者都未曾归来 寻常人进去又有何用 但是 你们不一样 因为你们有真神血脉 有真正的神无血脉 这却是我们如今的战家没有的 现在 战家的情况 你们都知道 我们都是为血脉 纵然借助了法宝 让自己的血脉强度已经达到完美 甚至有人超越了完美 但是 这终究与真正的神无血脉存在差别 所以 我们不是正宗的战家之人 你们是 所以你们可以进去 因为 当初战家神无血脉还在的时候 每一个进入到禁地当中的人 可以说都不是强者 那境地 只是对年轻一代历练的地方 任何年轻一代 在踏入到天神层次之后 都必须进入到那个境地当中历练 每一次历练存活的几率都很高很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让你们进入到那境地当中 若是能够解开境地之内的奥秘 那自然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至高战场这边的战家 虽然还没有承认家主的身份 但是 还不至于让家主去送死 这一点 我也是不会答应的 感受到王臣和王延的怒火 战英连忙解释道 他可不想让王臣 王延因此与战家生出嫌隙 这样 听到战英的解释 王臣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这还真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非真正神无血脉进入到其中 有去无回 而神无血脉之人进入其中则是历练 难道 这其中存在什么差异 也是 就算借助了神无之珠 就算借助了至宝功法 能够让血脉无限接近神无血脉 甚至超越完美 但是 为血脉终究就是为血脉 我们去看看 若是有麻烦 我们会退出来 在知道了这境地的奥秘之后 王臣朝着战英说道 走吧 时间不错了 争取清晨之前 进入道那境地当中 紧接着 王臣看了看天色 黎明已经逐渐降临 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臣当然是不愿意耽误时间 浪费时间 在战英的带领之下 王臣一行人很快便是朝着别院之外走去 离开战家府邸 绕过战家前方的那个巨大水潭和瀑布 王臣等人一路朝着这个空间的深处掠去 速度很快 为了争取时间 王臣等人几乎都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一刻钟之后 王臣等人在一处峡谷的入口处停下了脚步 神种 在这峡谷的入口处 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石碑之上 以仓境有力的笔画 刻下了神种二字 这两个字不知道刻了多少的年岁 带着古仆的气息 但是 历史的时光却是无法将这两个字当中蕴含的那一股气息冲刷掉 这两个字静静地刻在石碑之上 却是给站在他面前的人 带来一种强烈的冲击 那是一股让人难以言喻的气息 有悲凉 有不甘 有无奈 有叹息 在这一股气息之下 整个天地似乎都变得苍凉了起来 斯 感受着这两个字之内蕴含的那一股气息 饶使王臣也忍不住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两个字很不简单 不知道是哪一位前辈刻下的 倒吸了一口冷气之后 王臣叹息道 里的祖先 也是我们战家的先祖 那是一个与你身份一样的人 他也是真神的传承者 而且应该是我战家第一个真神传承者 看着王臣 战因眼神深沉地说道 话语之间 带着无尽的唏嘘 什么 王臣再一次被惊呆了 战家的先祖 甚至可能是真神的第一个传承者 最起码几乎可以断定 他就是战家之内 真神的第一个传承者 听到这个消息 王臣感受到了无尽的震撼 难怪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自己的神魂都隐隐地震荡了起来 据说 那一位前辈 最后便是踏入到了这个地方 从此消失无踪 战因继续补充道 怎么会这样 这样的强者从未出现 难道 王臣越发地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 一个真神的传承者 那绝对是神王级别的强者 进入到这个神种之后 消失了 而进入神种之前 还刻下了这两个字 这里面的情绪 他似乎是遇到了什么 无法逾越的事情 感觉到绝望和无奈 该死的 想到这边 王臣忍不住揉了揉脑袋 这真的是接触的越多 让人越是感觉难以置信 消息量 真的太大了 好了 家主 你们该进去了 今日 大长老等人没有来送你 这件事情 我负责 大长老他们在家族之内 等你归去 这境地 他们确实不适合靠近的 我将会在境地之外的你们 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家主能够归来 否则的话 到时候四大家族和四大圣地 还有其余家族的人 来到我战家 见不到家主 还不知道要生出什么事端 看着陷入到沉默当中的王臣 湛英叹息了一声 朝着王臣说道 我知道了 听到湛英的话 王臣点了点头 一个月 时间应该是足够了 这境地 就算是一片天地 也不可能将王臣困住这么久的时间吧 我们直接进入 看着笼罩着浓雾 根本呈现不出真实面貌的山谷 王臣问道 进入山谷 你们将会看到一条灯天梯 那灯天梯不知道从何而来 与战场之内 天龙领域的灯天梯倒是颇为相似 但是 只怕有更多的危险 踏上灯天梯 你们便进入到境地深处了 现在正是清晨时分 纯阳之气最重 能够驱散灯天梯之上的不少浓雾 你们的道路会顺利不少 否则的话 若是到了深夜 你们最好停下脚步 因为浓雾覆盖之下 你们仿佛置身云中 根本看不到下一步在何方 这回有无尽的麻烦 听到王臣的询问 战因连忙解释道 他的神色肃然 显然 要进入到境地核心 这一条灯天梯都会给人带来十足的麻烦 王臣他们此行 绝对不会轻松 战因的心 自然是悬了起来 只希望王臣和王延能够顺利归来吧 否则的话 战因如何跟战加列祖列宗交代 第3429章 深入神种 浓雾滚滚 当王臣踏入到这个神种峡谷之时 眼前的世界 变得灰蒙了起来 一股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磅薄的浓雾 让人根本分不清方向 甚至就在咫尺之谣的大哥 王臣都难以看清 该死的 还是走散了 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没有前进多久的时间 王臣却是面色难看的怒骂了一声 走散了 没错 虽然很是小心很是谨慎 但是 最终王臣和王延还是走散了 这峡谷 浓雾滚滚 仿佛不单单是浓雾那么简单 这边必然有一个强大的阵法 根本就是构成了一个迷宫 会将所有进入到这边的人都分开 看来也就是以为如此 战家才一直无法征服这个境地吧 这一关 就让战家的人数优势消失殆尽 只怕当初神无血脉战家 设下这样的峡谷 作为历练之地 也是为了让每一个弟子得到充分的力量 在怒骂了一声之后 逐渐冷静下来的王臣 眉头紧锁着喃喃道 应该是这样没错了 也只有如此 才会在这个峡谷之内出现这样的阵法 想到这边 王臣反倒是安心了下来 已经有了一枚战鹰带来的福音 王延那边也有 若是真的遇到了危险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趁早捏碎福音 福音会指引着舞者离开这峡谷 只要在进入到那境地核心之前 他们都是有机会离去的 但是 若是进入到了境地核心 便是没有办法了 深吸一口气 摸了摸怀中的那一枚福音 王臣逐渐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天梯 前进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当王臣眼前逐渐出现了一幕画面的时候 王臣才赫然发现 他竟然已经走到了峡谷的深处 呈现在王臣眼前的 是一条无边的天梯 天梯蔓延而上 直通云霄 若是这天梯与当初天龙领域之内的天梯 有相似之处的话 那这天梯便会产生恐怖的重力之道 会以天道给舞者带来难以承受的威压 每一步都困难无比 但是对于如今的我来说 应该不是很困难 眯着眼睛 看着眼前模糊的天梯 王臣紧锁着眉头喃喃道 好在他们来的时间正是纯阳之气最浓的时候 这天梯的危险 只怕便是在阳气不足 阴气缭绕 浓雾滚滚的时候吧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踏上天梯 骚然承受天道的威压 舞者十有八九是要受伤的 而现在 纯阳之气足够浓郁 确实将浓雾驱散 让王臣提前发现了这天梯 走 想到这边 王臣深吸一口气 不再耽误时间 朝着天梯之上走去 咚 一步踏出 恍如惊雷 伴随着这一步踏出 王臣甚至能够感受到 他的整个身体 都隐隐地站抖了起来 整条天梯都狠狠地震动了起来 哼 紧接着 正如王臣所料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天而降 靠强大的威压 随着那一股威压加持在身上 王臣深行一个亮腔 险些跌倒 果然 自身的能量全部被封印了 现在王臣剩下的只有肉身之力 他要靠着肉身之力 对抗着天道的威压 寻常舞者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怕不知道会吃多少苦 好在 王臣修炼果心成脆体 他的身体强度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这样的重力威压 他还能承受 走 咬紧了牙关 王臣朝着前方踏步而去 嗡 然而 不等王臣踏出几步 他眼前却是画面陡然生变 大哥 恍然之间 王臣看清楚了自己前方不远处的一道身影 大哥王延 看到这一道身影 王臣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神色 没想到 在峡谷当中走失 竟然在这天梯之上 再次遇到了大哥 此刻 王延大口喘息 他仿佛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距离王臣前方几步之外 弯着腰 似乎要崩溃 不对 看到这一幕 王臣神色陡然一变 哼 孽障 还想要蒙蔽我吗 意识到不对 王臣连忙收敛神魂 虽然能量被封印 但是 王臣的神魂之力却还是保留了下来 强大的神魂之力调动 瞬间守护灵台 王臣 王臣真个个人的思想 都空灵了起来 阿 而随着王臣的神魂守护灵台 随着王臣的意识清明起来 一阵惨叫声当中 王臣便是看到那一道与自己打个一模一样的身影 逐渐虚幻 最终消失 斯 而随着那一道身影消失 王臣更是目瞪口呆 一阵后怕 因为 就在王臣的几步之外 在之前王延出现的地方 那哪里是什么天梯 那分明就是虚幻的云雾 也就是说 若是王臣刚才没有试破问题所在 没有试破那虚幻的王延 若是王臣担心大哥 上前帮助王延的话 只怕王臣已经走出天梯 跌落云端 到时候 跟天梯失败不说 王臣身受重伤是必然的情况 指不定 陷入到幻境当中的王臣 还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呢 该死的 好恐怖的天梯 封锁能量 天道威压 产生幻境 这比起天龙领域之内的那天梯 似乎更加狠辣 后怕之后 王臣心有余悸的喃喃道 好在 王臣没有终绩 若非大哥恋化了修罗之心和修罗之臂 体魄已经丝毫不逊似我 甚至更强 我只怕已经上当 哼 大哥恋化的可是传奇修罗王的修罗之臂和修罗之心 这其中的机缘 岂是幻境能够模仿 想到之前自己是如何试破幻境的 王臣冷恒道 没错 一开始王臣是上当了 但是 就在王臣 要知道 要知道王臣刚才距离大哥可是没有几步的距离 双方 一丝怀疑 战家天梯 战场天梯 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说这两个天梯没有丝毫的关系 王臣是不相信的 或许在这战家禁地核心 我能够找到答案 朝着前方看去 看着那涌动的云雾 王臣轻声地自语道 所有的疑惑 只能看看在这禁地核心 自己能否找到答案了 这等天梯才刚开始 便是重力威压 天道威压 幻境威压 看来接下来也不会简单 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我必须保守灵台 只要不受到幻境的影响 以我如今的实力和星辰脆体层次 应该走过天梯不难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王臣脸上再次露出了冷笑 何况 星辰之力我似乎还是能够调动的 这注定我不会受到这天梯太多的影响 想到这边 王臣不再迟疑 一阵长笑 王臣陡然加快速度 瞪瞪瞪 运转星辰脆体 运转星神手卷 王臣身形如同流光一般射出 在云雾当中准确地顺着天梯 操着云端冲去 重力不断叠加 天道之威不断叠加 但是 随着星辰脆体和星神手卷运转 随着王臣甚至联系到了本命星辰之力 王臣的前进之路却已经不再是天梯能够阻拦 哼 当王臣最后一步踏出 他站在了天梯的顶端 而整个天梯 这一刻却是因为王臣的镇压 而疯狂地战斗咆哮了起来 狂风呼啸 风起云涌 被王臣踩在脚下的天梯 只能疯狂地咆哮 哼 是很强大的天梯 若是我还未踏入天神 或者处于天神出奇的话 只怕还真是要吃大亏 但是 如今 我有天神五重天实力 有六重天的战斗力 这天梯不足为虑 王臣横了一生 至于大哥 想来也是没有问题 有修罗之壁和修罗之心 这一条天梯 大哥足以平躺 至于幻境 大哥的心智之坚定 比我更是不逊色 这天梯 我能够征服 大哥想来也相差无几 想到王延 王臣嘴角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试破了几个幻境之后 王臣对于王延反倒是没有了之前的担心 这一关 王延避过 这就是战家禁地了吗 在放松下来之后 王臣顺着天梯末端 朝着前方走出几步 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 看着又是一个崭新的峡谷出现在面前 王臣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是一个与外界王臣看到的峡谷 相差无几的峡谷 神种 依旧是一块石碑 依旧是两个字 这两个字依旧仓尽有力 依旧充满了让人压抑的气息 这难道才是真正的禁地核心 王臣微微皱着眉头 看着失去了云雾的峡谷入口 若有所思 该走了 片刻之后 收回思绪 王臣神色坚定地喃喃了一声 在这真正的峡谷深处 会是如何的一番光景 近日王臣便要解开这其中的面目 王臣倒要看看 这其中隐藏着什么 王臣想要知道 这境地 为何会让那么多战家的强者 在千年当中不断吃亏 第3430章遭遇危机 不对 这境地之内 为何我的实力 登上天梯 进入到这个世外桃源 王臣才前进了没有几步 却是神色陡然大变 我的实力 竟然未曾恢复 该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 天神出席 天神依仲天 没错 我现在的实力 竟然被压制在了 天神依仲天的层次 这 王臣有一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 在天梯之上 实力被压制 倒还是让王臣能够接受 毕竟 当初在王臣 可是爬过天梯的人 对于天梯 他很了解 虽然混沌之力 在天梯之上白封锁 但是 王臣的肉身之力 确实没有被压制 如今 以王臣的星辰脆体层次 就算是纯粹的肉身之力 王臣的实力 只怕也是不逊色 天神出奇的强者 本命星辰的力量 王臣已经能够随心所欲的调动 甚至 能够调动以本命星辰为核心的那一张巨大星辰网之力 所以 王臣能够顺利的登上天梯并未发现什么意外 但是 现在呢 现在在登上了天梯之后 实力不但是没有回复 连肉身之力也是遭受到了压制 好恐怖 星辰之力根本就是完全被切断了 在这个世界 我根本无法摄取到星辰之力 混沌之力也是被压制在了天神一中天的高度 如此一来 我甚至还不如之前 王臣的神色越发的难看了起来 甚至神魂之力也是被压制了不少 这代表着王臣的实力比起巅峰弱小了不知道多少 比起之前也是弱小了很多 难道那么多战家强者进入到这边 都是遭受到了这样的压制 所以才 王臣眉头紧锁着 若有所思 尤其是想到那个战家的神王 他进入到这境地之后 也未曾归去 难道便是因为这一份实力的压制 这样的压制 让神王的实力瞬间跌落到了天神一中天 所以才遭遇到了麻烦 无法返回 王臣站在原地 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该死的 我不信 这边还真是地狱 沉默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王臣深吸一口气 抬头朝着前方看去 神色阴沉的喃喃道 实力被压制了 无所谓 王臣不信 这地方会是一个绝地 会是一个地狱 既然当初那些战家之人 近来历练能够顺利归去 王臣为何不行 走 深吸一口气 王臣便是加快脚步朝着前方走去 再次进入到神种峡谷之内 王臣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鸟雨花香 空气清新 最美的世外桃源 或许也不过如此了 顺着峡谷前进 穿过这一道峡谷 王臣站在了一个巨大的宫殿之前 陈种 宫殿之上 悬挂着一块灰红的牌匾 陈种二字 龙飞凤舞 比起在峡谷之外的那一块石碑 丝毫不逊色 这两个字简单的雕刻在那边 便是让苍穹变色 让天地黯然 让万千生灵都忍不住匍匐膜拜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 这就是战家真正的核心 看着眼前的宫殿 王臣面色惊异不定 进去看看 在迟疑了片刻之后 王臣深吸一口气 便是直接迈步前进 踏入到了那宫殿之内 滑 而随着王臣一步踏出 进入到那宫殿当中 整个世界的景象都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刻 王臣仿佛是来到了一个上古之地 别有洞天 这宫殿之内 俨然是自成另外一个小世界 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古朴的气息 看着这一幕 王臣不由得目瞪口呆 当初战家到底是何等大能 才能够寄出这样的手笔 王臣不敢想象 难道 这便是那第一代真神的传承者寄出的手笔吗 哇 王臣有很多的疑惑 深吸一口气 王臣强行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朝着字后仔细打亮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不知道多少年不曾有人涉足 让这个广场寒风瑟瑟透出无尽的苍凉气息 王臣这一刻便是站在广场当中 这一片天地却是只有王臣一个人 而在广场的前方 王臣看到的是一座巨塔 巨塔高耸入云 让人看不清楚全部的面貌 隐隐的 王臣便是能够感受到 这巨塔之内散发出来的一股让人窒息的气息 好熟悉的气息 这是血脉之力 这难道就是真正神无血脉之力 为何 为何我会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为何这边会有这样的气息 里面 难道有强大的舞者存在 这血脉之力难道是他释放出来的 看着巨塔感受着巨塔散发出来的气息 王臣更是不免动容 没想到进入到这境地当中 情况发展得比王臣预料当中更加顺利 他已经感受到了浓郁的血脉气息 甚至王臣能够感受到 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斗和悸动 一切都与那巨塔有关 进去看看 感受到这一切 王臣哪里还会迟疑和犹豫 他已经迫不及待 一切事情 或许等到自己踏入到那巨塔之内 就能够清晰 或许在巨塔之内 还有战家前辈存在 而那 是真正的战家前辈 尘无血脉的传承者 咚咚咚 然而 就在王臣坐视前进的瞬间 整个广场的地面似乎都站抖了起来 怎么可能 感受到这一阵震动 王臣神色大变 连忙转头看去 嘶 这一看 王臣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知道何时 广场之上 竟然出现了好多身影 这些身影 王臣之前看到了 但是却是未曾注意 因为这一道道身影 都是之前矗立在广场两边的那一尊尊雕像 之前 在看到那些雕像的时候 王臣并未感受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 现在 这些雕像竟然动了起来 而且 这些雕像正在朝着王臣逼近过来 怎么会这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共三十六尊雕像 这些雕像难道就是境地之内 需要面对的挑战 王臣面色凝重了起来 三十六尊雕像 而且 这些雕像此刻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让王臣感觉吃惊 在王臣震撼之间 三十六尊雕像确实已经将王臣封锁在了这个广场当中 来者何人 看着王臣 为首的一尊雕像大声喝道 声音如雷 震耳欲聋 好恐怖的气势 好强大的气息 这 这一尊雕像的实力 只怕不逊色天神后期的强者了吧 甚至达到了天神顶尖的层次 怎么可能这样 看着那怒喝的为首雕像 王臣神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强大的气息 甚至达到了天神顶尖的层次 这样的雕像 竟然出现在了战家境地当中 战家 怎么做到的 难道自己要跟这样的雕像动手 若是与这样的雕像动手 王臣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莫说现在王臣的实力被压制了 他只有天神一中天的实力 就算王臣的实力未曾被压制 他也不过是天神五重天的层次罢了 这样的实力 在顶尖的天神强者面前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王臣如何能够与之抗衡 哼 擅闯神种 杀 见到王臣陷入到沉默当中 未曾开口说话 这为首的雕像冷恒道 轰 随着这一声冷恒 一股强大的气浪 瞬间便是朝着王臣席卷而来 瞪瞪瞪 在这一股气浪之下 王臣甚至都忍不住 猛然倒退了好几步 修修 而还不等王臣站稳身形 两道雕像的身影 确实已经如同流光一般射出 直奔王臣而来 不好 眼看着这一幕 王臣更是瞪大了眼睛 退 这一刻 射出的两道雕像 实力不算强大 但是 也达到了天神三重天的高度 这样的实力 若是放在平时 以王臣的实力自然是不拒 但是 现在呢 现在王臣的实力 可是被压制在了天神一众天 就算王臣的战斗力惊人 他又如何与两个三重天的强者交战 退 这是唯一的方法 惊呼声当中 王臣一瞬间便是融合流光之势 施展出了平步青云 瞪瞪瞪 几步踏出 王臣的身形几乎的贴着地面道飞出去 转眼之间 暂时拉开了与这两道雕像的距离 哼 想走 给我留下 眼看着王臣竟然避开了两尊雕像的追杀 围守的雕像一声冷哼 一挥手 又是两道雕像射出 怎么会 这一下 看着再次射出的两道身影 王臣更是惊呆了 两尊实力达到了天神中奇的雕像 实力比起之前的两尊雕像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这两尊雕像的速度很快 转眼之间便是朝着王臣逼近过来 该死的 危险了 看着这一幕 王臣的心 沉落到了谷底 谁知道这神种竟然如此危险 走 现在被这两尊雕像盯上了自己还能走 何况 还有那一尊为首的雕像 它的实力又是何等的强大 王臣能够感受到 自己完全被锁定了 他是无路可退的 一股无力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难道就是禁地之内的危险 这难道就是那些战家强者进入到这其中之后 未曾归去的原因 他们都陨落在了这边 王臣只感觉周身冰朗 这一次 真的是巨大的危机将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起来 第3431章连过三关 巨大的危机笼罩而来 眼看着两个势力达到天神中奇的雕像飞快掠来 王臣只感觉浑身冰朗 若是被这两人追上 以现在王臣的实力 根本无法抵抗 等待王臣的下场便是可想而知了 该死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强大的罗汉 若是如此的话 我根本无法抗衡 当初的战家历练者 难道也都遭遇到了这些 情急当中 王臣忍不住生出了疑惑 若是按照现在王臣遇到的情况 可以说 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 但是 事实上 当初神无血脉还在的时候 战家的人 就是在这个境地之内历练的 这么说来 这绝非绝境 肯定有办法应对 难道是血脉 仿佛之间 王臣脑中一道灵光一闪而过 难道是血脉的关系 没错 王臣想到了 想到了之前进来这个境地之前 战因说的一番话 若是遇到不可抵抗的能力 选择退出 当然 这不是关键的 关键的是 战因和战家 让自己进入到这危险的地方 不就是因为自己身怀神无血脉 而且是最正宗的神无血脉吗 自己身上流淌着真神流传下来的血脉 这个空间 难道与自己的血脉有关 血脉之威 想到这边 王臣哪里还敢迟疑 死马当作活马一 王臣能想到的办法 或许也就是血脉之威了 或许自己的血脉之威 真的能让眼前的情况发生想象不到的转变呢 哄 想到这边 在怒吼声当中 王臣直接激发了自己的血脉之威 随着血脉之威激发 一瞬间 王臣便是感觉 自己体内的鲜血翻滚和沸腾了起来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血脉的深处蔓延而出 王臣的长发 化为了赤红色 王臣的双眸 逐渐地闪过一丝红光 这是血脉之威被激发到极致的表现 呼呼 强大的狂风席卷 血脉之威一瞬间便是笼罩了这一片天地 这一刻 血脉之威 仿佛实质一般 化为惊涛骇浪 层层朝着那些雕像席卷过去 真的有用 而随着血脉之威激发 随着血脉之威横扫整个广场 王臣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他看到了什么 之前 眼看着就要走追到身前的那两尊雕像 竟然突然停下了脚步 之前 还满脸杀鸡的那尾首的雕像 竟然呆立在了原地 一瞬间 仿佛杀鸡消失 一瞬间 整个世界 都变得平静了下来 主家血脉 传人到此 接受考核 而就在王臣的呆滞当中 那尾首的雕像 却是突然带着所有的雕像 朝着王臣行李说道 接受考核 看着贵岛在自己身前的那一个个雕像 听着尾首雕像说出的话 王臣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当初战家的人选择在这边历练 难怪非真正神无血脉之辈 是不可能进入到这地方的 难怪如今为血脉战家的人 接连进入到这境地当中 却是有来无回 因为这些雕像的存在啊 因为他们的血脉存在问题 而现在 王臣找到了这其中最关键的地方 也难怪战家会让自己前来冒险 看来并非是让自己送死 想到这边 王臣常呼出了一口气 接受考验 只是 接下来 王臣将会接受什么考验呢 华儿就在王臣呆滞之间 所有雕像起身 紧接着 一尊雕像从前方射出 直奔王臣而来 历练开始 一阵低沉的声音从天空的上方传来 看着那一道杀来的雕像身影 王臣瞳孔收缩了起来 好多了 这不过是出入天神的实力吧 我能对付 感受着那一尊雕像的实力 王臣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一尊雕像 实力也不过就是媲美出入天神层次的人 纵然如今王臣的实力被压制 他也是没有丝毫的忌惮 杀 想到这边 王臣不再迟疑 迎着那扑来的雕像便是冲了过去 天地拳 出手之间 王臣甚至不需要施展出神通 直接一招天地拳轰出 轰 血脉之危激发 这一拳天地拳 是如山洪爆发 带着强大的气浪 这一拳便是引领着洪荒之力 直接与那一尊雕像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轰 双方交锋的一瞬间天崩地裂天地失色 整个广场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整个天地都变得阴沉了下来 滚开挡住了这一尊雕像的势头 王臣却是还不满足 天地拳又如何 随着血脉之危完全被激发 这天地拳的威力也是难以想象 面对一个实力如此弱小的雕像 王臣哪里还会迟疑 伴随着一声冷横 又是一股更加强大的气势从王臣的体内爆发 轰 如同食指一般的气浪喷发而出 那与王臣僵持当中的雕像 骚然战斗 身形如同巨石一般被抛飞了出去 轰 最终这一尊雕像狠狠地砸落在了数百米之外的空地上 第一关 过 第二关 开始 一招轰飞一尊雕像 还不等王臣喘息 第二关考核却是紧接着开始 随着那尾首雕像话音落下 两尊雕像这一刻 同时略出 这两尊雕像的实力 也不过都是出入天神层次的实力罢了 原来如此 哼 这等实力 就算来了两个 又能如何 看着这一次冲出的两尊雕像 王臣眼神一鸣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虽然这一次对手增加成为了两个 但是 王臣却是丝毫不惧 一声怒吼 王臣施展流光之势 不退反镜 朝着两尊雕像杀去 修修 在强大的流光之势当中 王臣的身形化为流光 转眼之间 便是来到了两尊雕像的面前 似乎不曾想到王臣如此迅速 两尊雕像甚至不及反应 便是被王臣直接以强大的手段轰飞了出去 雕像便是雕像 与武者还是有差距的 纵然有这等实力又如何 我轻松对付 轰飞了两尊雕像 王臣嘴角微微上扬 这一刻 王臣实在也没有了之前的压力 看来 这就是为神无血脉之人准备的一个修炼之地啊 第二关 过 第三关 开始 而就在王臣轰飞两尊雕像微微喘息了两口之计 第三关考核开始 这一次 出现的是三尊雕像 实力都在出入天神层次 若是寻常武者 三个这样的武者碰到此刻实力被压制在一中天的王臣的话 说不得 王臣只怕是要陷入到危机当中 毕竟以异敌三 纵然实力占优 但是王臣也会陷入到前后夹击当中 父辈受敌 侧面受敌 王臣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的功夫才能够拿下这一场战斗 甚至王臣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但是 如今 王臣又有何惧 一中天的实力 本就是已经比这些雕像更强大 何况 王臣的战斗力绝对不逊色二重天舞者 加上对手是雕像 没有人类的灵活和脑子 王臣更是不用担心 绝对的速度 能够碾压你们 王臣眼中寒光一闪 再次施展流光之势 强行冲出 天恒 这一次 王臣施展出了神通 以异敌三 王臣要争取一级至胜 否则的话 若是被这三尊雕像牵制下来的话 王臣也将会陷入到苦战当中 轰 随着王臣一声冷横 天恒施展而出 整个禁地空间的天地之道都被王臣调用了起来 一条由天地道横凝聚而成的巨兽 瞬间酝酿而出 朝着那三尊雕像迎面杀去 天神一中天的实力 二重天的战斗力 不逊色天神中奇的速度 加上强大的神通 王臣此刻便是战场之内的主宰 轰 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王臣此刻呈现出来的姿态 根本就是横扫 他 君临天下 他势如破竹 他不可抵挡 他催哭拉朽 砰砰砰 在天地道横的作用之下 接连的响声传来 三尊雕像全被王臣一口气轰飞 这第三关的考核 顺利通过 第三关考核通过 第四关考核 开始 而就在王臣喘息了片刻之后 第四关考核开始 恩 随着第四关考核开始 王臣神色不由地变了一下 我的实力 竟然恢复了一些 二重天 在经过了三关的考核之后 我有了二重天的实力 这难道是随着我通过这些考核 我的实力会慢慢归来 这每一关的考核 其实都是依重境地当中的静置 压制我实力的静置 我现在不断地通过关卡 所以 我不断地打破静置 正在夺回属于我的实力 感受着自己的变化 王臣瞪大了眼睛 紧接着 他露出了狂喜的姿态 哈哈 一定是如此没错 肯定是这样 现在 我若是再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我必然拿回一切属于我的实力 而且 这考核对我而言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 我现在需要的便是更多的战斗 这样同一个层次之间的战斗 再好不过 我能够得到充分的历练 这不单单是能够让我将天神五重天的层次彻底的巩固 打下坚实的基础 甚至能够弥补之前我留下的亏空 哈哈 这战家的境地 当真是一个好地方 在领悟到了这境地的妙处之后 王臣抑制不住的兴奋了起来 这对于王臣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个机缘 第3432章一路横扫 哈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在察觉到了这个是脸之地的妙处之后 王臣忍不住笑了起来 来吧 让我酣畅淋漓一战 一口气通过三关 看着第四关挑战开始 王臣脸上的斗志满满 这样的战斗 对于王臣来说 求之不得 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能够弥补之前自己的遗憾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要知道 到了天神这个层次之后 每一场战斗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群场天神强者之间 哪里会轻易出手交战 所以 天神层次的战斗 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 王臣现在遇到了天大的机会 他将会念临一场又一场的挑战 不断地挑战自己 不断地积累经验 这简直就是上天似雨的最好机会 王臣哪里会浪费这样的机会 更主要的是 王臣很清楚 通过这些关卡之后 他能够进入到前方的高塔当中 或许在那其中 应该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让王臣的斗志满满 第四关 重复的是第一关的战斗 只不过对手变成了二重天的强者罢了 但是 王臣的实力也提升到了二重天的高度 只要维持在这个高度 二重天之内 王臣无敌 就算第五关 第六关出现的是两个对手 三个对手又如何 王臣一路碾压而上 第四关 第五关 第六关 王臣只不过是多耗费了一些气力 便是顺利通过 而后 王臣在通过第六关之后 实力恢复到了三重天的层次 他提供挑战的是第七关 第八关和第九关 在这些关卡 王臣依旧无敌 可以说 这一场战斗 王臣注定是要胜利的 他的实力 在同层次之内 足以碾压一切 何况面对的是傀儡 战斗效果或许达不到最好 但是 也是相当不错 轰 一阵轰鸣声传来 伴随着三道身影被轰飞 王臣微微喘息 终于 一丝疲惫 清洗而来 王臣开始喘息 五重天 十五关 三十个对手 我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所有实力 还有六个傀儡未曾出战 将会是十六关 十七关和十八关 这也将会是最后的三关 我将面对什么挑战 看着剩下的最后六个傀儡 微微喘息的王臣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一路而来 王臣已经通过了十五关 或者 准确地说 王臣是通过了五个大的关卡 一重天三关 二重天三关 五重天三关 王臣的实力步步提升 而这当中的每一关 王臣可谓都是过得轻松无比 现在 他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甚至 不断地战斗 激发出来的潜力 让王臣感觉到 他似乎要超越极限 他的实力隐隐的 似乎又是精进了一些 只是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一个大关卡 三个小关卡 会是如何的挑战 第十五关 通过 第十六关挑战 开始 似乎感受到了 王臣的情绪波动 那为首的傀儡 面无表情地说道 华 随着话音落下 王臣看到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六重天 感受到这一道身影的气息 王臣的神色陡然大变 六重天 没错 王臣此刻感受到的 赫然就是六重天的气息 这一刻 王臣要面对的是 六重天的强者 但是 王臣却是丝毫没有感受到 自己的实力有什么提升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王臣要越阶挑战了 以五重天的实力 挑战六重天的强者 想到这边 王臣的面色越发凝重 看来 这个空间 实力的极限 便是自身的极限实力 但是 傀儡的实力 确实不变的 我碰到的是如此的情况 那当初 战家的人呢 当初 战家可是很多才踏入到 天神层次 没有多久的人 进入到这个地方试炼 他们会是遭遇到 如何的挑战 不可能不断地越阶挑战 他们做不到 超越太多的层次挑战 我也做不到 看来 这地方的试炼 并非是一层不变 果然是一个 设计巧妙的试炼之地 战家 为了这个试炼之地 只怕也是费尽了心思吧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这个六重天雕像 王城神色凝重的喃喃道 呵呵 六重天 也好 我的战斗力也是有六重天 那便一战 又如何 很快的 王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六重天的傀儡 王城很感兴趣 他的实力虽然如今依旧只是五重天 但是 王城若是火力全开的话 他的战斗力将会不逊色六重天的强者 这一战 王城并非是处于下风 战 想到这边 王城也终于是毫无保留 全力出击 轰 神通施展 一出手 王城便是施展出了震天拳 结合流光之势 王城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双风交战 不过情况比王城想象当中的好 双方不过是交锋了两招之后 王城便是占据了上风 给我滚开 灭阳剑 占据上风 王城全力催发朱雀之眼 瞬间 朱雀烈焰将王城包裹在其中 手中凝聚原力之兵 王城便是直接轰出了灭阳剑 轰 随着这一招施展而出 天地扭曲 王城手中的原力之兵 化为千丈长河 带着熊熊烈焰 从天空当中倾泻而下 轰 这一招带着无匹的威力 与雕像的一击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叮叮叮叮 伴随着这一招的碰撞 整个广场疯狂的战斗 狂风呼啸 狂风当中 一阵阵清脆的撞击声传来 火光似箭 星火漫天 一股股强大的剑气 朝着四周横扫而去 这剑气和气浪 甚至逼得那些之前被王城击败的雕像 节节败退 哼 气力倒是不错 但是 傀儡中就只是傀儡 你的极限 应该差不多就在这边了吧 给我滚开 僵持当中 王城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 没错 这一招的僵持 王城其实是感受到了一些的吃力 但是 还不至于达到极限 灭阳剑 这可是大神通 尤其是伴随着实力的提升 王城多次改进灭阳剑 如今的灭阳剑 王城逐渐掌控了精髓 现在 还不是王城的极限 在冷笑当中 王城二次发力 再次爆发 呼 无尽的剑气 在王城面前凝聚成为了万千飞花 这些剑气凝聚而出的飞花 如同雪花 飘落而下 但是 却是带着无与伦比的杀鸡 咻咻咻咻 一阵阵沉闷的声音爆发 砰 随着那一朵朵剑气化为的雪花轰落 与王城僵持当中的傀儡 终于无法坚持 被王城直接轰飞了出去 三招 比我想象的更加顺利 将这一道傀儡轰飞 王城面无表情地自语道 没错 与这六重天的傀儡一战 王城不过就是施展出了三招罢了 六重天的战斗力 但是 这是雕像傀儡 只怕只能媲美五重天巅峰的强者罢了 还不至于挑战我的极限 持六关 到此结束 持七关 来吧 这一战 让王城的信心却是大增 看着飞出去的傀儡 看着剩下的五尊傀儡 王城笑道 持六关 胜 持七关 开始 正如王城所料 就在王城画音落下片刻之后 那为首的傀儡面无表情地横道 持七关 开始 两个傀儡站了出来 若是只有刚才那个傀儡的实力 你们二人联手 也不是我的对手 看着这两个站出来的傀儡 王城冷笑道 乾坤鼎 万法绝 面对这两个傀儡 王城一出手 便是直接施展出了强大的万法绝 乾坤鼎被催发 巨大的法应凝聚 万千法应凝聚成为的巨大法应 让整个苍穹都颤抖 让日月星辰都黯然失色 如今 这万法绝 在王城的手中 也早已经是今非昔比 尤其是伴随着乾坤鼎的强大 伴随着王城的强大 这一招 威力比起大神通都更加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 在这法应之下 两尊傀儡很快地败下阵去 仅此一招 王城秒灭两尊傀儡 这一路来 王城依旧保持着横扫的姿态 六重天的傀儡 在王城的面前 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罢了 这便是王城如今的实力状态 这便是王城展现出来的催枯拉朽之力 最后一关 该来了吧 十七关结束 王城看着剩下的最后三尊傀儡 笑道 最后一关 王城一只脚已经是踏入到了前方那高塔当中 这一刻 王城甚至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起来 胜利竟在咫尺 他的试炼 很快就要结束 一切 都很顺利 十七关 胜 第十八关开始 果不其然 就在王城画音落下的瞬间 那为首的傀儡 声音冰冷地说道 画音落下 连同他在内的三尊傀儡站了出来 这是最后的三尊傀儡 这也将会是最后的一个关卡 这是摆在王城面前的最后一道屏障 通 随着这三道傀儡站出来 一股强大的气浪 翻滚而开 什么 感受着那翻滚而开的气浪 王城脸上的笑容却是突然消失了 他表情凝固在了原地 这一刻的王城 满是不可置信 该死的 这不是六重天 这傀儡的实力 竟然不是六重天 这为首的傀儡 实力超越了六重天 七重天 混蛋 竟然是七重天的实力 泰然当中 王城失声惊呼了起来 没错 这最后一关 让王城再也笑不出来 因为 王城再一次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原本 在王城看来 这最后一关 他无非是要面对三个六重天的雕像傀儡罢了 虽然六重天很强大 但是 因为王城战斗力的强大 因为傀儡的特性 这让王城有信心战胜 麻烦是肯定会有的 毕竟是三个六重天傀儡对手 这与两个六重天傀儡对手完全不同 但是 王城自认为能应付 他还有很多手段未曾施展 但是 现在的情况不对啊 那为首的傀儡 实力虽然不是最开始 王城感受到的天神顶尖层次 但是 也达到了七重天的层次 而另外两个傀儡 也都有着接近七重天的实力 这已经完全不是 王城之前碰到的那些傀儡能够媲美的了 就算三人是傀儡 但是 如此的实力之下 任何一尊都不逊色寻常六重天舞者的实力 单单是这两人联手 便能够给王城带来巨大的麻烦了 何况 现在还有一个更加逆天的存在 尤其是那七次重修的傀儡 只怕真的媲美寻常七重天的寻常舞者 想到这边 王城的脸色铁青了起来 第3433章出乎意外的强大 此刻发生在眼前的情况 却是王城所谓未曾料到的 这最后一关的考核 王城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一个天神七重天级别的傀儡 外加两个六重天的傀儡 这样的组合 王城要对付 也是难上加难 该死的 想到这边 王城面色不善地怒骂了一声 站 看着那三个逼近过来的傀儡 终于 深吸一口气 王城大声地怒吼道 必无可避 只有一站 走到这一步 王城是断然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此站 我必须尽快地结束才行 若是被这三个人纠缠在了一起 我只怕会陷入到危机当中 咬牙迎战的同时 王城的心中迅速地活落开了 很快的 王城便是认识到了这一站的关键 这一站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速战速决 若是拖延下去 一站陷入到苦战当中的话 对王城来说 是相当不利的 想要获得优势 占据上风 王城必须展现出雷霆一级的能力 开天辟地 想到这边 王城不再迟疑 既然是最后一站 王城也是不再保存实力 虽然 之前的不断战斗 消耗了很多很多的能量 但是 王城还是能够施展出开天辟地一招 这就是王城如今达到天神五重天高度之后 最明显的好处 体内的能量 比起当初纯阳时期 磅礴了不知道多少 当初 纯阳时期 王城的一招开天辟地 便可能是让他消耗掉所欲的能量 若是在之前 经历过了大战之后 再想要施展开天辟地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如今王城能做到 就比如说现在 哼 随着王城一招开天辟地施展而出 整个天地都动摇了起来 一瞬间 天地大道破碎 整个空间似乎都变得支离破碎 先毁灭 再开辟 这便是开天辟地的精髓所在 随着天地大道全部毁灭 一瞬间 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神通 都被禁锢 无法施展 任何一招神通 都是联合天道之力 联合大道之力发挥出来的 现在开天辟地一招 搅动风云 乱了天道 乱了大道 那些神通自然是无法施展 这也是王城这一招开天辟地当中 最强大的一点 一旦开天辟地能够施展到极致的话 可以说 对手就已经是被彻底的限制了 现在 王城也能够搅乱大道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下 休想在王城的开天辟地之下 施展出神通 轰 随着天地大道被搅乱 整个时空都轰明了起来 杀 周深能量灌注而出 吸纳天地四方的能量 王城的一拳 此刻便仿佛是天上星辰陨落而下 朝着三尊雕像狠狠地轰了过去 呼呼呼 狂风呼啸 月焰燃烧 在这一招开天辟地之下 三尊雕像傀儡的身形 明显地试顿了一下 这一顿之间 却是给了王城绝对的机会 开天辟地转眼之间席卷到了三尊雕像的身前 轰 终于 这一招开天辟地狠狠地与三尊雕像撞击在了一起 顷刻之间 天翻地覆 整个世界 仿佛化为一片混沌 在混沌当中 一丝光明出现 却是不断地绽放 这天地之间的能量 这一刻 在王城的一集之下 展现得淋漓尽致 毁灭 诞生 死亡 生机 鲜明的对比 甚至让人感觉窒息 啊 在王城的这一集当中 在那如同星辰陨落的气势当中 三尊雕像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温恨 其中两尊实力较弱的雕像傀儡 更是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这两尊六重天的雕像 实力是很强大 几乎达到了六重天的巅峰 那又如何 雕像始终的雕像 傀儡始终是傀儡 六重天巅峰的实力 他们能够发挥出寻常六重天舞者的实力 就不错了 但是 王城如今全力施展出来的开天辟地 哪里是这些六重天的舞者能够抗衡的 这两人被轰飞出去造成重创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邓邓邓 饶尸那一尊达到了天神七重天的 为首雕像傀儡 在王城的这一集之下 也是忍不住身形战斗了一下 猛然朝着后方倒退而去 显得狼狈无比 呼呼呼 狂风当中 那达到了天神七重天层次的傀儡雕像 退出了足足数十米 这才勉强稳住身形 好强大的一集 看着满天狂风 看着几乎被颠覆过来的这个广场 在施展完了这一招之后 饶尸王城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很强大的一集 这一集 力量超越了王城的想象 毁灭 诞生 死亡 生机 这一次 王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些能量 并且掌控这些能量 看着崭新诞生在自己面前的世界 王城能够感受到 现在世界的一些不同 似乎被映入了自己的痕迹 开天辟地 出入门槛 察觉到这一切 王城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 随着实力的提升 到如今 王城可以说 他已经踏入到了开天辟地的门槛当中 已经出入门槛 出亏真谛 他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若是将来有一天 王城的实力足够强大 便能够将这一招开天辟地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到时候 开天辟地的威力 也将会被施展到最强大的地步 想到这边 王城如何能不兴奋 哼 现在 你的优势消失了 你的两个帮手 已经重伤不可能再战 剩下你一人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出回思绪 看着站稳了身形的那一尊为首的傀儡雕像 王城嘴角微微上扬 这一战 王城已经抢占了先机 可以说 王城的运气很不错 他的开天辟地 已经为王城开辟出了一个大好的局面 现在 王城将一切的劣势都挽回了回来 剩下这最后一个傀儡 虽然强大 但是 王城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只可惜 刚才开天辟地是要面对三个对手 否则的话 若是我集中一点对付你 你可能已经重伤了吧 想到自己一招开天辟地的威力 王城忍不住叹息 这或许是王城唯一失算的地方 但是 没事 看我神威惶惶 很快的 王城眼中寒光一闪 不等那一尊为首的傀儡雕像冲杀而来 王城便是在此出招 这一次 王城依旧追求的是一级必胜 体内的能量所剩不多 接连的战斗 加上开天辟地的施展 王城已经很是疲惫 剩下的能量 仅仅只是够施展一招神威惶惶罢了 这一招 也是王城最强大的招式之一 这一招 若是都无法战胜这一尊傀儡的话 王城知道 他便不可能战胜这一尊傀儡了 所以王城现在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神威惶惶之上 轰 那一根融合的真神手指 被王城点出 翁 一阵金光弥漫 这一刻 王城仿佛手托烈日 暴力当空 如同神灵下凡 沙 当那一股气势攀升到极限的时候 王城一直朝着那一尊还陷入在震撼当中的傀儡点去 真神的气息 瞬间弥漫而开 狂暴的气浪 瞬间横扫而去 轰隆隆 整个天空震荡了起来 一层金光 将天空包裹 一尊尊神佛出现在了那金光当中 沙 在王城的怒喝声当中 那一尊尊神佛似乎也是听到了王城的怒吼声 同时出手 一招招强大的招式 瞬间便是朝着那为首的雕像傀儡轰去 阿 神光笼罩 杀鸡漫天 感受着这些气息 感受着那强大的气息和杀鸡 那傀儡似乎也是惧怕了 一声怒吼之后 面对王城殿下的一指 面对那漫天出招的神佛 这一尊雕像也是不甘心地施展出了强大的神通 对抗而去 轰 轰 轰 瞬间 漫天金光飘洒 如梦似幻 瞬间狂风横扫 苍穹破碎 瞬间 大地翻滚 被彻底地颠覆 尘埃漫天 气浪咆哮 这一刻 王城与这为首雕像的一击 便是仿佛要让这战家境地都彻底地崩溃一般 哼 我看你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吧 狂风当中 轰鸣声当中 看着已经被逼得节节败退的围首傀儡雕像 王城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不得不说 这一刻 王城真的是很疲惫 接连的大战 在施展了多招神通之后 又是施展出了开天辟地 现在再次施展出神威惶惶 这其中的消耗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饶氏王城 也早已经是被抽空了能量 但是 这又如何 王城还能坚持 倒是那为首的傀儡雕像 已经是岌岌可为了 面对漫天的神佛 面对这一招神威惶惶 显然这为首的一尊傀儡雕像已经无法坚持 我送你一程 看着这一幕 强撑着一口气 王城的手指点落而下 这才是神威惶惶惶当中最经典的存在 这一根手指点下 所蕴含的威力 只怕不会比开天辟地逊色多少吧 这一次 这傀儡雕像 还能如何抵挡 在王城看来 胜利已经就在他的眼前 这一战 他胜利 这一次的历练 已经可以结束了 第3434张神种高塔 去 眼看着已经岌岌可为的为首雕像傀儡 王臣毫不迟疑地点下了自己的手指 手指这一点 便是蕴含着不逊色开天辟地多少的力量 哄 随着王臣这一指点出 整个空间都被撕裂 整个苍穹支离破碎 整个宇宙星河都站抖了起来 这一刻 王臣就静静地站在那边 这么看似随意地一指点出 便是让天地失色 让万物匍匐 星空站抖 直接被撕裂 整个天地 在王臣这一指点出的同时层层粉碎 万千生灵在王臣的面前站抖 王臣的眼中杀机闪动 不曾停顿丝毫 那一指继续点出 周天风暴仿佛张开大口的巨兽 吞向傀儡雕像 不 终于 在看到王臣的这一招来到跟前 那为首的雕像傀儡 似乎感受到了无尽的危机 失败 不 这一次 若是被王臣战胜 可不是失败那么简单 甚至是陨落 轰隆隆 一瞬间 在危机当中 这雕像眼中闪过了一丝清明的眼神 他的气势节节攀升 最终 一跃冲到了天神巅峰的气势 轰 带着天神巅峰的气势 这雕像双手朝着王臣的一指抵挡而去 轰鸣声炸开 扑吃 一口鲜血喷出 那雕像狠狠地倒退了两步 什么 看到这一幕 王臣满脸不可置信 面色无比难看 竟然在瞬间提升到了天神巅峰的实力 这还如何战斗 面色苍白 看着被打散的漫天神佛 王臣不甘心地说道 没错 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 那一刻的王臣是何等的一起风发 是何等的披靡天下 但是 千算万算 王臣不曾想到 这雕像竟然还能如此骤然提升实力 鲜血 不对 雕像怎么可能有鲜血 这 这是人 难道 这一切的雕像 都是武者化身 是当初战家的前辈 仿佛想到了什么 王臣瞪大了眼睛 他朝着那雕像看去 没错 王臣想到了 在岌岌可为的瞬间 那雕像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清明的眼神 那绝对不是雕像能够拥有的眼神 那眼神灵动 那眼神震惊 那眼神带着迷茫 那是人才有的眼神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狂风当中 面色苍白的王臣弯腰喘息 不可置信地朝着前方看去 心中有震惊 也有不甘 这一战 难道自己要以这样的方式失败 若是那雕像恢复了天神巅峰的实力 王臣还如何战斗 这一战 可以不用进行了 王臣绝对不是对手啊 自己的神威黄黄都被轻易破开 而且是在千军异法之间被破开 这说明了一切 若是对方有足够的准备 之前就有顶尖天神的实力 王臣的神威黄黄只怕 顷刻之间就会被破除 毕竟实力的差距摆在这边 神威黄黄不能弥补一切 否则的话 王臣岂不是无敌了 而现在的王臣已经是尤禁灯窟 随便一个天神舞者都能够让王臣陷入到死地当中 这样的情况下碰到这样顶尖的天神强者 王臣哪里还有一战的能力 想到这边 王臣面旁都有一些扭曲 这简直就是作弊 这还让不让人通过考核了 第十八关 圣 试炼者通关 可以进入到神种之内 参悟修炼 然而 就在王臣几乎绝望 就在王臣满心不甘的时候 突然 一阵低沉的声音传来 朝着前方看去 王臣赫然是看到那为首的雕像再次恢复了漠然的神色 看着王臣 宣布了结果 胜利 通关了 听着这傀儡说出的一番话 王臣瞪大了眼睛 他不曾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看来 这也不算是作弊 那雕像想来是为了自保 才恢复了实力 不过 他恢复了实力以全力抵挡自己一击 这已经代表着他失败了 所以现在我胜利了 王臣若有所思 苍白的脸色终于是有了一丝潮红 王臣满脸欣喜 咚咚咚 在王臣欣喜之间 他看到 那为首的雕像带着之前被王臣击败的那些雕像傀儡 重新返回到了广场的两边 并排站立 一动不动 化为雕像 翁 紧接着 整个空间一阵战斗 在之前战斗当中 已经被毁灭的如同废墟的整个广场 在这天地的战斗当中 恢复如初 嘶 这一幕 更是看得王臣目瞪口呆 不行 我要弄清楚这里面的问题 这些雕像 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天地再次恢复平静 王臣眉头一皱 喃喃着自语道 他快步向前走去 来到了为首雕像的身边 没有生命气息 这根本就是石头雕像 怎么可能 那之前的鲜血 之前的眼神 看着一动不动的雕像 王臣越发的疑惑 呼 不知道沉默了多少的时间之后 王臣终于是常呼出了一口气 该死的 这其中的奥妙 我必定要弄明白 没错 神种 神种之内 应该会有答案 现在的我 已经有了进入到神种之内的资格 我倒要看看 这神种当中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玄妙 眉头一皱 王臣将视线定格在了广场 另外一段的高塔之上 战家神种 这才是战家境地的真正核心 在里面 到底又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为何这神种能够散发出 惊天动地的气息 为何这气息能够引动自己的血脉 翻滚和沸腾 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都需要王臣去寻找 带着这样的疑惑 在吃了一枚硅圆丹 修炼片刻 恢复了些许实力之后 王臣终于是迈开了步伐 朝着神种高塔走去 弄弄弄 当王臣站在高塔之前的时候 那封闭着的大门 似乎感受到了王臣的到来 竟然自动开启 呼呼 随着大门开启 一股阴冷的气息 从高塔之内横扫而出 让王臣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光线昏暗 带着一股古仆的气息 这便是随着大门开启之后 王臣对高塔的第一感觉 瞪瞪瞪 走在昏暗的高塔当中 王臣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这样的寂静 让王臣甚至感觉难以适应 这是石碑 还有傀儡 当王臣走到第一层高塔核心的时候 他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一块石碑赫然出现在了王臣的面前 而让王臣震惊的是 石碑旁边 站着的那一尊雕像 这让王臣不免想起在广场之上遇到的那些雕像 那些雕像 拥有的战斗力足以让王臣震惊 而这一尊雕像想来也不例外 并且 它能够出现在这神种之内 更是说明这一尊雕像的与众不同 只怕 这才是最强大的雕像 想想外界广场之上的为首雕像 实力都已经达到了顶尖天神的层次 那这一尊雕像 难道是 神王 王臣失声惊呼道 这一尊雕像 或许极可能有着神王的实力 下意识的 王臣倒退了好几步 没错 也只有神王级别的雕像 才有资格进入到这神种之内 或许 也只有这样实力的雕像 才有资格守护这样的神种吧 王臣面色惊疑不定 若是此刻 这雕像发威 王臣除了死 没有别的选择 好在 值得庆幸的是 王臣似乎并未惊动这一尊雕像 只怕 这也是与王臣释放出来的血脉气息有着关系 也与王臣在广场外面 得到认可 被允许进入到这神种之内有关吧 王臣可以肯定 若是外人强行闯入到这神种之内 必然瞬间会遭受到这强大雕像的出击 到时候 猝不及防之下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战家 来自太古 真神后裔 受命于天 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王臣再次来到了雕像旁边 借助微弱的光线 看清楚石碑之上刻着的那些文字 这不看却是不要紧 一看之下 王臣顿时目瞪口呆 摒弃宁神 王臣甚至不敢大口喘息 这一块石碑 上面的内容 竟然是对战家详细的介绍 斯 当看完石碑之上的内容 王臣彻底的震惊了 真神的后裔 原来战家竟然是真神的后裔 怎么可能 外界流传的说法 竟然都是错误的 真正的战家 是真神的后裔 所以体内 才会流淌着真神的鲜血 他们受命于天 代替真神守护这一片天地 并非如同传言那般 战家是真神选择的家族 想到石碑之上 对战家的介绍 王臣目瞪口呆 单单是这个消息 便是推翻了外界很多传言 便是推翻了外界几乎公认的事实 这让王臣如何能不震惊 而接下来 王臣看到的 更是让王臣不由得 对这神种高塔缩然起敬 没想到 这神种高塔 竟然是战家先辈的葬身之地 而且 竟然都是战家历代神王 级别强者的葬身之地 王臣感觉心跳都仿佛停止了一般 神种如同其名 神的墓地 这是战家强大天神的墓地 并且是神王才有资格在陨落之后 进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高塔之内埋葬着 不知道多少战家先辈 而且 这些人 任何一个当初都是惊天动地的存在 一楼 只有这一块石碑和一些古仆的图腾 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 在看完了石碑之后 王臣将整个一楼转了一圈 再也没有发现 这才将眼神放在了二楼高塔之上 从二楼开始 应该就是神王的墓葬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神种 安耐着心中的激荡 王臣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 朝着二楼之上走去 第3435章战家荣光 上 轰 当王臣踏入到二楼之后 顿时一股强大的气息迎面扑来 那是一股磅薄无边的气息 这一股气息 仿佛是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渺小了起来 思 饶是王臣 在这一股气息之下 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怎么会这样 而当王臣看清楚二楼之内的情况之后 他更是瞪大了眼睛 王臣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了什么 这 就是神种 与王臣想象当中的神种 完全不同 此刻 王臣站在二楼当中 这神种高塔二楼 面积很大 放眼望去 最起码 有上千平方米之大 而在这二楼之内 王臣此刻看到了一个 各由珍贵无比的寒冰锻造而成的 寒冰玉床摆在这个空间当中 要知道 每一尊寒冰玉床 都是很多出入武道之人 梦寐以求的至宝 甚至 到了天神层次 这样的寒冰玉床也绝对是珍贵的宝物 但是 王臣在这二楼之内 足足看到了十余张寒冰玉床 准确地说 王臣是看到了十八张寒冰玉床 在这些寒冰玉床的作用之下 整个二楼的空间 都变得冰冷了起来 王臣只感觉 自己来到了寒冰世界 不由得感觉发冷 但是 真正让王臣毛骨悚然的 不单单只是这寒冰玉床散发出来的冰冷 真正让王臣感觉到冰冷的是 每一张寒冰玉床之上的存在 在这二楼之内的十八张寒冰玉床 每一张玉床之上 王臣都看到了一尊活灵活现的尸体静静的盘坐在上面 这些人 有的老太隆忠 有的确实正直方刚 这十八人 都是神王级别的强者 都是当初战家的神王高手 王臣面色凝重了起来 从一楼的石碑之上 王臣是知道了这神种的含义 神种神种 就是神的坟墓 而能否进入到这神种之内的 可不是寻常的天神 是神王 所以 在这边的十八尊尸体 都是神王 在寒冰玉床的保护之下 这些人不知道在这边盘坐了多少年的岁月 但是 岁月却是没有腐朽他们的身躯 让他们依旧保持着陨落之前的模样 这其中 王臣也看到了几个舞者缺失了腿脚 显然 这些人是在激烈的大战之后陨落的 但是 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 这些人的伤痕全部被隐藏了起来 他们的断手断脚 也是被以特殊的材料弥补 这让他们看上去依旧显得正常 盘坐在这边 所有人的脸上仿佛都露出了安宁的神色 战森 真神原历 371年 战家神王 与修罗大战当中陨落 当王臣走到了第一个寒冰玉床之前 看着那一尊看起来年月六七十的老者尸体之时 王臣看到了寒冰玉床之上 雕刻着的一些文字 战森 这显然就是眼前老者当初的名字 而他的陨落 是因为与修罗交战 这上面的文字密密麻麻 细数了这战森的一生经历 至于天神原历371年 那是太古时期的事情 也就是说 这战森很可能是第一批与修罗交战的神王 最起码 他算是早起与修罗交战的神王 因为真神371年 这也就是真神平定天玄大陆之后的371年 那时候真神离开了天玄大陆消失无踪 他便是来到了这至高战场 这战森只怕是跟着真神来到至高战场的战家强者之一 而王臣几乎可以断定 这战森 是在这神种简历之初 第一次被埋葬在这边的强者 看到这一切 看着那静静盘坐在那边的战森 王臣恭敬的鞠躬 这是对一个先祖的尊敬 这是对一个英雄的敬仰 战役 真神元历627年 战行 真神元历938年 战月 真神元历1399年 紧接着王臣从一个个寒冰玉床之前走过 无一例外 每一个寒冰玉床之上坐着的战家神王 都有着光辉的历史 这些人有男有女 比如说战月 便是一个女子 一个当初战家的英雄女子 一共18个人 每个人都让王臣发自内心的敬重 这18人当中 距离如今岁月最近的 也是距离现今2000多年前的战家神王 或许 这是战家最后一个神王也说不定 恩 这是 而当王臣走过最后一张寒冰玉床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石碑 也是由寒冰雕刻而成 战飞 真神元历 472年 允 吃生不饱 魂飞破散 融入天地 战润 星纪321年 在这一块石碑之上 王臣竟然又是看到了足足十余个名字 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也都代表着辉煌的 代表着战家当初的强大神王的存在 只是 因为这些人陨落之后 连尸身都不保 所以他们无法出现在这边 但是 战家没有忘记他们 将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生平 可在了这 寒冰玉碑之上 寒冰玉碑之前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寒冰玉棺 在玉棺之内 摆放着一件件东西 这些都是当初这些神王级别强者留下的衣冠 这是他们的衣冠中 三十余个神王级别的强者 从太古时期的真神元历开始 到上古的新纪元 再到中古时期的后元时代 这些人纵横了千万年的历史 这些人 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战家的辉煌 这些名字 就是战家最大的底蕴 最大的资本 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当从石碑之上收回视线之后 王纯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面色凝重的南南道 这些人 这些名字 难道不是辉煌的代表 难道不值得让人骄傲 甚至王纯都忍不住肃然起敬 一股自豪的感觉 这一刻油然而生 但是 也伴随着无尽的沉重 这一个个名字 一段段历史 都是让人觉得心痛 让人觉得沉重 几乎没有自然陨落的神王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因战陨落 而这因战陨落的人当中 大部分陨落在了修罗的手中 这千万年来 战家 已经为了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 王臣苦笑道 修罗 当真如此强大 战家便是陨落了这么多神王 那天神更是不敢想象 别的势力呢 四大家族 藤家 新月家族 莫凤家族 四大圣地 这些势力 陨落的强者难道会少 这些人都是站在这一片 苍穹最巅峰的人啊 可惜他们都陨落在了修罗的手中 修罗 王臣眼神凝重地喃喃着 这一刻 想到修罗王臣眼中杀鸡涌动 修罗不除 天下不得安宁 这样的牺牲 还在持续 这让王臣如何能够轻松地下来 诸位前辈 今日 晚辈刀扰了 晚辈王臣 王家之后 流淌着战家血脉 先祖战秋燕 乃是战家之人 此番 返回战家 便是要寻回战家的荣耀 还望诸位前辈见谅 取久之后 站在原地 王臣看了一眼那十八尊师身 看着那一块玉杯 王臣又是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这不是全部 现在我该去三楼了 这三楼 又会是什么强者的目的 王臣神色凝重 在这二楼 已经有三十余强者的名字 这些人都是神王 但是 王臣不曾看到自己熟悉的名字 比如说战天 比如说战城 这些人 都是神王 这些人甚至都是真神的传承者 他们必然是佼佼者 他们的名字不可能不出现在 这神种之内 既然如此 便是只能说明 这二楼不是全部的战家神王 三楼还有 想到这边 王臣深深地看了一眼二楼之内的一切 缓缓转身离去 至于这二楼之内是否有机缘 有 王臣很确定 这二楼之内的机缘 甚至不小 最起码 王臣看到了几件质宝 这些质宝静静地躺在这神种高塔二楼之内 已经是无主之物 任何一件质宝拿出去 只怕都要引来不知道多少强者的争夺 但是 王臣却是不曾去动 因为王臣没有资格 因为他不敢 这些质宝生前的主人 都是一代人雄 这些宝贝当初的主人 风光无尽 他们纵横着一片天地 他们如今随着他们的主人 陈吉 王臣不敢贸然去动这些宝物 这是在王臣看来 最起码的尊重 这是对先辈的尊重 这是对自己的尊重 何况 这些质宝固然珍贵 但是 王臣如今有乾坤顶 有天令 也不是很需要这些质宝 既然如此 王臣何须去动 千万年来有多少战家先辈进入到这边 他们想来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份尊敬和仰慕 不曾去动这边的任何宝物吧 所以就这么的离开 王臣没有丝毫的遗憾 现在的王臣更关心的是 三楼之内又会是出现一段段如何的历史 深吸一口气 王臣踏着沉重的步伐 踏上了阶梯 朝着三楼靠近过去 这一刻的王臣 早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激动的心情 有的只是沉重 因为在此面对这一段段历史 让王臣感觉难以喘息 看到这些 王臣才知道 原来现在的他还是如此的渺小 原来 他与这些先辈 还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这让王臣知道 他要走的路 还很长很长 第3436章战家荣光中 果然还是战家的先祖 当王臣踏入到第三层的时候 他看到的依旧是一排排整齐排列 围成了一个圆圈的寒冰玉床 这边的情况与二楼差不多 但是 却是比二楼来说相对少了几个寒冰玉床 二楼之内 王臣看到了18个寒冰玉床 看到了30多个战家先祖的名字 但是 在这第三层之内 王臣只是看到了15个寒冰玉床 看到了27个名字 只是 相比起二楼来说 三楼之内的这儿名字显得更加显赫 他们的经历更加辉煌 这些人当初的作为 更强大了一个层次 看来 神种之内的目的之位 也是按照对家族的贡献和实力层次来划分的 在三楼之内的这27个先祖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与修罗大战而陨落的存在 王臣深吸一口气 收回了眼神 面色凝重地说道 如果说 二楼之内看到的已经让王臣惊为天人的话 那三楼之内看到的 让王臣已经感觉到麻木和无与伦比的震撼 二楼 三楼 这神种两层塔之内 王臣便是看到了50余接近60个名字 这些人都是辉煌的代表 都是战家的骄傲 看来 我想找的 应该在四楼 在行李之后 王臣很快地朝着四楼走去 瞪瞪瞪 沿着阶梯向上 王臣的每一步都显得沉重 这有来自内心的沉重 却也有外力带来的沉重 好恐怖的气息 怎么会这样 四楼之内 到底是埋葬着什么样的存在 竟然散发出了如此恐怖的气息 完全不是二楼和三楼之内的气息能够媲美 我感觉仿佛陷入到了沼泽当中 寸步难行 当王臣走上阶梯的一瞬间 便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压 这一股威压 甚至不是天梯之上带来的威压能够媲美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却也仿佛凝固 王臣感觉窒息 给我上 汗水流淌 王臣面色显得苍白 轰 一声露吼 王臣全力激发自己体内的能量气息 对抗这一股威压而来的气息 在血脉之力 在强大的能量之下 王臣总算没有在这一股气息之前跪下 一步一个脚印 王臣缓缓地朝着四楼走去 思 当踏入到四楼之后 饶时已经有一些麻木的王臣 却是再次倒吸了一口冷气 九尊寒冰玉床 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看到寒冰玉杯 在这边 竟然只有九尊寒冰玉床 而且 我只看到了一尊尸身在这边 其余的尸身全部未曾见到 能够看到的 只有一些宝物和遗物 看着眼前的一幕 王臣的神色变得无比的凝重 没错 这一层与第二层和第三层神 显得很是不同 王臣没有看到那种恢红的场面 甚至 这一层显得空极无比 王臣只是看到了九张寒冰玉床 他只是看到了一尊尸身 这让整个空间显得越发的冷极了起来 这些寒冰玉床显然比起下面看到的更加珍贵 每一尊寒冰玉床都晶莹剔透寒气森人 上面雕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 给人一种古婆而威严的气息 王臣神色肃然地扫了一眼这个空间 喃喃自语道 深吸一口气 片刻之后 王臣朝着距离最近的玉床走了过去 战臣 战家后援神王 真神传承者 后援一千三百七十三年 命牌破碎 当看到第一张玉床之上的名字之时 王臣便是已经目瞪口呆 战臣 王臣看到了一个熟悉无比的名字 在这和神种第四层之内 王臣终于是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名字 没错 这就是战臣 这就是武清学口中的战臣 这是中古时期战家的骄傲 这是真神的传承者 看着这一切 王臣的神色变得无比肃然 只可惜 玉床之上的介绍太少 战臣前辈 果然是在中古大战之后 强行破开封印进入到了战场之内 最终登到至高战场 来到了战家 得到了战家的认可 但是 他为何陨落 战家却也是不知道 只是知道 在陨落之前一年 战臣离开了家族 之后音讯全无 可是 我竟然是在战场之内 发现了战臣前辈的残魂 这 看着面前的玉床 王臣久久地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战臣的陨落是一个谜团 他的尸身不在 他的残魂 出现在了战场天龙领域之内 而且已经被自己融合 当初 战臣是去做什么了 他为何陨落 战天 真神传承者 战成天 真神传承者 战星海 真神传承者 逐渐地 随着王臣一张张玉床走过去 很快地 一个个让王臣心神激荡的名字出现 在这个神种高塔第四层之内 王臣看到了九个名字 这其中 有几个名字是王臣所熟悉的 而这九个名字当中 有五个是真神传承者 王臣所熟悉的 便是战天 战臣 战成天 这些人的残魂 都已经被王臣融合 甚至 可以说是另外两个 王臣第一次听说的名字 也是与王臣相识已久 因为他们的神魂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都被王臣给融合了 看着这些名字 王臣的心中 可谓是波涛汹涌 除了五个真神传承者 还有四个前辈 竟然都是踏入到了神王极致的层次 他们虽然未曾获得真神传承 但是 确实摸到了极限的边缘 只可惜 他们确实未曾踏出最后一步 确实可惜了 但是 他们的实力绝对也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存在 他们的陨落 有一个斩杀了三十七个修罗王之后 被一个强大的修罗王重伤陨落 大便是唯一的尸身主人 其余的 也都是将整个修罗一组角的天翻地覆的存在 这些人的成就 不会比真神传承者低 甚至更高 否则的话 这些人不可能出现在这边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一层 王臣深吸一口气 满脸敬重地看着这一层之内的九尊寒冰玉床 喃喃着自语道 我如今 已经炼化了五道神王残魂 加上一道未曾炼化的 我有六道神王残魂 还有最后一道神王残魂 却是未曾寻找到 也就是说 在我之前 一共有七个真神传承者 这边 我才看到了五个名字 难道而且 我可以确定 我炼化的五道神王残魂 都在这五尊当中 因为 他们的尸身虽然不在 但是 他们有法宝留下 这些法宝的气息 虽然很弱 但是 我依旧能够感觉到 这些人的残魂 我都已经炼化 那么 剩下的一道未曾炼化的神王残魂 却绝对不是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人 因为气息不对 他 是谁 难道不是战家之人 深吸一口气 看着这一层 王臣眉头紧锁着喃喃着 没错 王臣身上还有一道神王残魂未曾炼化 这也是王臣最大底牌之一 一旦炼化这一道神王残魂 王臣的实力必然再次有巨大的突破 但是 在这神种第四层之内 在战家这五尊真神传承者的神王之内 王臣并未找到那一道未曾炼化残魂的主人 他是不是战家的人 若是战家的人 为何名字不曾出现 还有最后一道未曾找到的真神残魂 也可能是最强大的一道真神残魂 他又是谁 是不是战家的人 王臣眉头紧锁了起来 楼上还有神种第五层 难道他们在神种第五层之内 王臣的神色变得复杂了起来 他抬头朝着蔓延而上的阶梯看去 没错 这神种第四层并非是极限 因为还有第五层 而上面 必然还有让王臣吃惊的发现 难道 自己要寻找的在上面 诸位前辈 打扰了 看着这九尊玉床 王臣深吸一口气 恭敬行礼说道 话音落下 王臣依旧是放弃了这一层之内 对于常人而言足以疯狂的至宝机缘 朝着第五层走去 王臣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第五层之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走 一声清喝 王臣调动周身气息 踏上了阶梯 哄 而这一层的阶梯 当王臣第一步踏出 他整个身体都狠狠地站斗了一下 若是说 神种高塔第三层到第四层阶梯 给王臣带来的威压如同大海的话 那么 现在 第四层通往第五层的高塔 给王臣带来的威压 却绝对是如同好汉的苍穹 饶是王臣全力抵挡 却是依旧忍不住被压弯了腰 该死的 汗水瞬间流淌而下 王臣神色难看地骂了一声 他的腿脚 这一刻 甚至忍不住站抖了起来 若是在这边跪下了 我只怕别想登上第五层 抬头朝着前方看去 王臣神色阴沉 他知道 若是在这一股威压之下 他跪下了的话 那么 第五层神种 王臣是不可能进去的 想要上第五层 他必须坚持下来 起 一声怒吼 王臣调动小丹田之力 强行挺直了身躯 通 与此同时 随着小丹田的能量都被彻底地激发出来 王臣整个人的气势再一次节节攀升 尤其是丹田之内 那一枚被炼化了的菩提子 释放出来的能量 更是帮助王臣有效地抵挡外界威压而来的气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臣才轻松一点 瞪瞪瞪 终于 在如此情况下 王臣再一次迈开了步伐 朝着前方走去 朝着神种第五层走去 这是王臣最关心的一层 也是可能藏着最大秘密的一层 第3437章战家荣光 下 恩 怎么会这样 当王臣几乎耗尽了气力 走到神种第五层的时候 他整个人身体一松 仿佛一瞬间千斤重担 都被王臣给卸下 站在这神种第五层之内 王臣反倒是轻松了下来 之前 差一点将他压垮的那一股能量 在此时此刻 也是彻底的消失 这让王臣忍不住诧异了一下 这边 是第五层 紧接着 王臣看着前方 更是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神种第五层 王臣看到了什么 王臣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寒冰玉床消失了 在这神种第五层 王臣看到的是两个玉杯 在两块玉杯之前 则是一个雕刻着复杂花纹的祭台 这与神种第二层 第三层和第四层看到的截然不同 偌大的空间当中 这两块矗立在那边的玉杯 显得估计无比 只有两个人吗 看到这一幕 王臣神色猛然一变 缓缓地朝着一块玉杯走去 战怀天 当王臣走到第一块玉杯之前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名字 哄 看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王臣只感觉 他被一股强大的气浪席卷了进去 仿佛之间 王臣似乎置身在了另外一个空间当中 但是 那种感觉却是奇妙无比 王臣看到了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的名字 叫做战怀天 他是战家之内 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几乎是被遗忘的人员 但是 靠着自己的努力 这个少年逐渐崛起 当他第一次走入道族人的视线之时 是他17岁的时候 那是一次家族大比 这战怀天脱颖而出 他一鸣惊人 他站在了年轻一代的巅峰 从此之后 辉煌的岁月拉开 王臣看到了这少年 站在了天旋大陆巅峰 看到了他进入道了战场 看到了他问鼎战场巅峰 王臣也看到了他 带着战家走上了又一个辉煌 看到了他站在了至高战场的巅峰 王臣看到了他与修罗大战的场面 也看到了他不断追寻天地奥妙的意志 而王臣更是看到了这个战怀天 在发现自己是真神传承者之后 所追寻的真相 这一幕幕的画面不断地在王臣的眼前呈现 这一刻 王臣仿佛是伴随着战怀天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 他竟然就是在山谷之外 写下了神种二字的前辈 他是太古时期战家的神王 是他将此地其名神种 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 回过神来之后 王臣的神色惊疑不定 看着眼前的石碑 王臣的眼中更满是骇然的眼神 没错 王臣看到了战怀天一生最关键的那些瞬间画面 王臣自然也是知道了战怀天当初的很多事情 这战怀天便是战因口中那个 战家先祖神王 被战因成为极有可能是战家第一个真神传承者神王的存在 王臣没想到 在这边看到了他的神种 当初 那个前辈是踏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陨落的 那他人呢 为何只是见到一块玉碑 只是见到一个空荡荡的祭台 王臣眉头紧锁了起来 我看到了很多 唯独没有看到你的生死 李氏故意隐瞒了这一段岁月吗 王臣深吸一口气 面色凝重 尤其是想到 之前在那玄妙境界当中 看到的那些画面 战怀天的一生 无疑是传奇的 家族当中 一个被遗忘的存在 成为了家族的领军之人 承受着别人的冷眼和漠视 在几乎没有得到家族太大支援的情况下 靠着自己的实力 一步步走到了那最巅峰的高度 甚至 已经隐隐地冲破了真神的层次 这样的人 甚至让王臣都自叹不如 只是 想到从战怀天那边得到的一些资讯 王臣的面色却是有一些不好看了起来 原来 真神的传承者 竟然真的都是战家之人 原来 战怀天并非是第一个真神的传承者 在战怀天之前还有一个真神的传承者 他才是真正的第一真神传承者 而他 也是战家的强者 应该就是另外一个玉碑的主人 正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 这个原本平凡的地方 成为了战家的禁地 成为了历代战家之人的视为的圣地 最终 也是成为了战怀天所敬仰的地方 成为了战怀天设定的绝对禁地 没错 这个禁地的真正形成 是战怀天做的 神种 名字是战怀天起的 这慎重高塔 是战怀天设下的 这神种禁地 是战怀天传承给战家的一份珍贵的宝物 这是以当初战怀天巅峰之时的能力 创造出来的空间和空间规则 这是王臣得到的最关键的资讯 因为时代太过久远 加上一些人刻意的隐瞒 这让战家的人 甚至对这一段历史都不是很熟悉 在战怀天之前 有过一个真神的传承者 而那个真神的传承者 也是战家的人 只是 那个强者似乎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 所以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他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战怀天才会被误认为是第一真神传人 原来 所有的真神传承者都是出自战家 王臣感慨万千 也是 战家 是真神的后代 他们体内流淌着真神的血脉 真神的传承者全部出现在战家 也是合乎情理的 尤其是真神血脉的独特 感慨当中 王臣若有所思 还有五清雪 南海尊者 当初 他们竟然就已经存在 这怎么可能 那是太古时期 该死的 他们到底存活了多少的岁月 他们到底又是怎么做到的 没错 我可以肯定 我看到的一定是五清雪和南海尊者 他们与战怀天也有着交集 似乎 他们当初也在帮助战怀天 只是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战怀天拒绝了五清雪和南海尊者的帮助 从此之后 我便是没有在战怀天重要的记忆当中 找到五清雪和南海尊者的影子 或者 他们两人 有出现过 但是 被战怀天抹去了记忆 想到在战怀天记忆当中 看到的两道身影 王臣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看到五清雪和南海尊者 这是王臣所想不到的 王臣知道五清雪的实力深不可测 知道南海尊者诡异无比 但是 谁能想到 这两人竟然是太古时期存留下来的人 太古时期 存留到如今的人 王臣知道的屈指可恕 也就是圣主和展龙格老祖宗罢了 这两人与当初的真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除此之外 在王臣看来几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存在 而现在 五清雪和南海尊者出现了 真让王臣岂能不严肃起来 对了 我似乎看到 但是的战怀天似乎也是与圣主和展龙格为敌 只是 他没有灭了这两个存在罢了 而是选择了直接进入到至高战场当中 寻找真神的足迹 最后 他如何了 为何进入到神种之后 消失五宗 王臣终究还是留下了很多疑惑 看看下一块玉碑 看看那真正的第一个真神传人是什么存在 沉默了许久 弄不清所以然的王臣 深吸一口气 走进了另外一块玉碑 战万古 一个极其霸气的名字 出现在了那玉碑之上 看到那的名字 王臣与之前一般 仿佛是被一股强大的犀利 牵扯到了一个诡异的空间当中 王臣看到了战万古的一生 与战怀天所不同的是 一出生 战万古可以说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因为当时的战家 正是跟着真神进入到至高战场不久的时间 在战家进入到至高战场之后 接连爆发了多少大战 真神 终于是在第九次大战之后消失 真神消失之后 大战暂时陷入到了沉寂当中 战家 很多势力这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是 持续了数百年的大战 接连爆发的那九场大战 却也是让这些势力损失惨重 战家 身为真神的一股强大力量 自然也不例外 大战之后 战家在无神王 甚至顶尖的天神 也都没有了 当时 战家最强大的 也就是几个天神后期的强者 达到天神层次的人 都屈指可数 所以战家选择了当初一代神王 为他们开辟出来的空间 隐蔑了起来 休养生息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战万古出生了 他是当时家族组长的儿子 也是未来家族组长的候选人 这身份 着实是金贵无比 而战万古也没有让人失望 从小他便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天赋 战万古 已难以想象的三岁之灵 踏入到武道修炼当中 八岁之时 却已然是成为了前武古人的最年轻宗武者 十二岁 战万古踏入到圣武者行列 十五岁 战万古成为一名神武者 之后 战万古更是修炼节节攀升 十八岁成为纯阳强者 二十一岁 战万古完成纯阳九次重修 踏入到天神行列当中 仅仅二十八岁 他成为了一代神王 战万古的修炼 可谓是前武古人 后武来者 饶事如今 王晨被称为逆天 在看到战万古这一生之后 也是惊为天人 不可置信 这还是人 对于战万古的修炼速度 王晨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五岁的神武者 十八岁的纯阳强者 二十一岁的天神 二十八岁的神王 这让王晨都不免感觉无地自容 什么是天骄 这才是天骄 什么是战家的荣光 这才是战家真正的荣光吧 王晨被战万古彻底地吸引了 第三千四百三十八章神种至高层 当看到战万古的修炼经历之后 饶事王晨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二十八岁的神王 这还是人 王晨难以想象战万古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在这个年岁 修炼到这个高度 简直就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纵然他有真神血脉 获得了真神传承 这样的修炼速度 也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 怎么可能 战万古竟然也遇到了五清雪和南海尊者 不对 还有一个人 这是赤妹 怎么会是赤妹 这三女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竟然在那时候便存在了 紧接着 王晨看到了更加惊人的一幕 王晨在战万古生涯重要画面当中 再次看到了五清雪 南海尊者 这一次确实多了一个赤妹 看起来 赤妹与五清雪和南海尊者关系似乎很不错 这三女找到了战万古 最后 这三人似乎都站在了战万古的对立面 他们爆发了一场大战 但是 战斗的画面只是一闪而过 却是让王晨没有看到结果 只是 不出意外的话 战万古获胜了 因为 王晨看到战万古毫发无损地从废墟当中走出 画面再次转变 王晨看到了战万古与圣主和战龙格老祖之间的较量 只见这时候 圣主和战龙格老祖宗竟然都还在至高战场当中 他们之间爆发的战斗 战万古竟然碾压了圣主和战龙格老祖宗 虽然战万古是第一个真神传承者 但是 那也必然是真神陨落之后的事情 那时候的圣主和战龙格老祖宗都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时间 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到底如何强大 但是 战万古 竟然形成了碾压 王晨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看到了圣主和战龙格老祖宗被彻底的碾压 但是 这两人最终逃走了 而且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逃走的 是他 而最后 王晨看到的画面 更是让王晨觉得不可置信 是枯骨之地当中的那一尊巨人 怎么可能 王晨瞪大了眼睛 因为 在最后 王晨看到的画面是他熟悉无比的 这画面 赫然就是王晨在进入到至高战场的时候 看到的画面 那是一个巨人 仰天咆哮 对抗天地 王晨看到了他 倒下 看到了他 跪下 看到了他 陨落 这赫然不就是枯骨之地当中的那个巨人吗 因为激发了周深实力 因为将实力提升到了极致 占万古化身成为了巨人 他竟然陨落在了枯骨之地当中 这是怎么回事 这画面 又是从何而来 当画面全部结束 王晨再次回到神种第五层高塔当中 看着眼前的玉碑 再也无法淡定 他看到了太多 战万秋的生平经历 无疑是王晨看到的最精彩的 甚至是最逆天的 当初的战万秋 甚至在后期应该是超越了天神层次吧 他超越了神王 突破了极限 成就了真神之位 可是 他为何还是陨落了 他似乎还在追寻什么 对抗什么 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晨面色越发地凝重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玉碑 王晨发现 他看穿了很多 但是 却也是陷入到了更深的谜团当中 这真神的传承 到底是要做什么 我是第八个传承者 似乎也是最后一个 这里面又有什么含义 王晨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上面 似乎还有一层 这应该是最后一层了吧 神种第六层 那里面会是什么 在这第五层 竟然遇到了战万古这样的人物 那第六层呢 难道也是某个大能的神种 若是如此的话 那的大能又会如何强大 难道是真神的神种不成 在沉默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之后 王晨抬头朝着不远处的阶梯看去 这阶梯还在蔓延向上 上面还有空间 这才是让王晨最吃惊的地方 去看看 在心中产生了更多疑惑之后 王晨深吸一口气 迈出了步伐 朝着前方走去 强大的压力威压而来 在这阶梯之上 王晨的每一步都显得困难无比 显得痛苦无比 每迈出一步 王晨都仿佛耗尽了气力 这一段短短的阶梯 对于王晨来说便仿佛是千万里一般遥远 这短短的时间 对于王晨来说便仿佛是经历了几个世纪一般 当王晨调动了所有的能量 当王晨几乎陷入到了虚脱当中的时候 终于 王晨踏入到了第六层当中 恩 而当王晨进入到第六层之后 王晨不由得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竟然什么也没有 没错 这第六层呈现在王晨面前的便是空荡荡的画面 什么东西也没有 王晨看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只是 这一股威压又是从何而来 为何 我上来这边 却是比第四层到第五层受到的阻碍更大 这边真的是空荡荡的 想到自己登上这一层神种的时候遇到的阻力 王晨眯起了眼睛 这边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我的鲜血沸腾的越发厉害了 我的神魂也战斗的越发厉害 在之前 我血脉沸腾 我灵魂战斗 那是因为 我看到了战家先祖 他们一个个都是一代雄姐 他们体内流淌着的是与我一样的鲜血 所以我产生了感觉 那这边呢 为何反应会更大 尤其是神魂 王晨细细地感受着自己此刻的变化 不由得皱眉喃喃道 呼 而就在王晨陷入到沉默当中的时候 突然一阵寒风吹过 谁 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寒风 让王晨神色不由得大变 或许 这一阵凉风是很正常的 但是 王晨却是突然感觉 好像有什么在窥探着自己 没错 肯定有一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 此刻正在窥探着自己 是他 盯着自己 是他 一路引领着自己来到这边 他 应该就在这第六层神种之内 王晨的眼神变得凌厉了起来 朝着四周看去 周身紧绷 王晨调动体内剩下的能量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怎么 既然在这边 难道不出来见见吗 不知道是战家的先辈 还是什么人 藏头落尾 又算什么 是你引导我来到这边的 既然如此 你还躲着做什么 王晨面无表情地看着四周横道 嗨 在王晨的话音落下片刻一阵悠悠地叹息声传来 那声音 仿佛就在王晨的耳边蔓延而开 这让王晨毛骨悚然 瞪瞪瞪 身形一闪 王晨连忙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好强大的实力 王晨面色苍白了起来 没错 很强大的实力 那躲在暗处的人很恐怖 因为 刚才那叹息声分明就是在自己的身边传来的 但是 王晨却是没有发现那个人的所在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若是那个人要杀王晨的话 王晨根本没有反击之力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啊 这让王晨如何能不骇然 以王晨如今的实力 能够让王晨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这样的强者 只怕必然是神王了吧 不用紧张 我不会杀你 若是要让你死 你已经死了 在王晨的紧张当中 一道虚影出现在了王晨面前不远处 看着王晨 那一道虚影悠悠说道 怎么会是你 看着那一道虚影 王晨再一次悍然了 简直不可置信 王晨看到了什么 这不是在做梦吧 王晨看到的虚影 那散发出来的气息 是你 战怀天 王晨惊呼出声 战怀天 没错 王晨看到的这一道模糊的身影 赫然不就是战怀天吗 王晨能够感受到 他就是战怀天 那气息 在玉碑之内王晨感受到过 更让王晨不可置信的是 到现在王晨可以确定 自己身上那一道 未曾恋化的残魂 就是战怀天的残魂 这一点在进入到 战怀天世界的时候 王晨便是隐隐感受到了 但是 现在 出现在自己的这一道虚影 又是什么 这也是战怀天 也是战怀天的残魂 那 王晨有一些凌乱了 不用意外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战怀天 呵呵 看来你看到下面的玉碑了吧 这个名字 多么熟悉啊 你很意外我出现在这边 你看来 我应该在你封闭的空间之内 看着王晨满脸诧异的模样 战怀天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询问道 只是那笑容却是显得落寞无比 你 战怀天的话 更是让王晨被踩到了尾巴一般 自己所想 竟然被他知道 难不成这战怀天 有读心术不成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此刻所想 我没有读心术 但是 我知道你所想 因为 我感受到了你的气息 或者说在你进入到广场之内的时候 我便感受到了你的气息 你体内的血脉震动 是我引起的 多少年了 你是度几个进入到这边的人 应该是第十个了吧 你是度几个出现在这边的真神传承 第六个了吧 呵呵 站家 数千年之后 再出了一个雄结 我应该高兴 看着王晨满脸震惊诧异的模样 战怀天的残魂直接笑道 他看着王晨 眼中仿佛是多出了一丝亮光和期待 第3439章传承的秘密 这神种 是你弄的 看着战怀天 王晨深吸一口气 询问道 亲自面对当初的雄结 面对着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王晨沉生询问道 是 面对王晨的询问 战怀天却是没有否定 当初 此地乃是我战家第一天交战万古的墓地 我得到了真神传承之后 不断寻找真神传承当中的奥秘 寻找疑惑的答案 我找到了战万古的墓地 这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 他才是第一真神传承者 他当初的辉煌 无与伦比 我与他相比起来 只是萤火之光 所以 在那一瞬间 我当初的骄傲和自豪都消失了 我在追寻战万古的步伐 我查到了很多东西 可是 随着我越发的深入 越是觉得心惊 我对战万古的佩服 也越发的浓烈 可惜 我最终失败了 我没有达到战万古的高度 我遇到了麻烦 那个麻烦 让我命悬一线 我撑着一口气 返回到家族这边 便是进入到了战万古前辈的墓地 我耗尽了周深的精力 将最后的所有能量都耗费 制造了这么一个境地 这将会成为我战家的圣地 而我与战万古也将在这个境地当中传承下去 我们在等待新的真神传承者出现 战怀天感慨万千帝说道 说到这边 他看了一眼王晨 你是第一个来到这边的人 第十个 真神的传承者有几个 听着战怀天的话 王晨的心中 可谓是已经无法平静 战怀天 以他当初的实力 追寻真神传承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样的麻烦竟然让他丧命 要知道 王晨看到了战怀天与圣山圣主 和展龙格的太古老祖交战 但是的战怀天可是占据着优势的啊 也就是说 战怀天已经站在了这一片天地的巅峰之上 那还有什么麻烦足以让战怀天毕命 王晨很疑惑 更疑惑的是战怀天第二次提到 自己是第十个进入到这一层的战家之人 可是 真神的传承者到自己这边也一共不过是八人 减去战万古和战怀天 剩下的也就是六人 除了这六个人进入到这一层神种之外 还有四个人是谁 难道真神还有传承者 呵呵 十个人 有六个是真神传承 至于另外四个 你也见到了 不是吗 神种第四层 你不是看到了四个强者 面对王晨的疑惑 战怀天笑道 一番话 让王晨恍然大悟 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王晨显得有一些难以置信 这四个没有获得真神传承的人 竟然生生踏入到了这一层神种之内 若是王晨没有真神传承 王晨自认为做不到这一点 这便是足以看出 那四个天骄如何的强悍 他们完全靠着自己的实力 走到了这边 难怪他们能够与几个真神传承者 并列在神种第四层之内 他们都是天骄 甚至 是不逊四我的天骄 只可惜 他们并没有获得真神的传承 否则的话 他们只怕便不是在第四层之内了 而是将会存在于第五层之内 与我和战万古并列 深深地看了一眼王晨 战怀天感慨万千 显然 对于那四个人 饶式战怀天也是欣赏无比 原来如此 听到战怀天的话 王晨点了点头 瞬间明白了一切 不对 那你的神魂 只是 在冷静之后 王晨很快地 产生了巨大的疑惑 战怀天的神魂 是怎么回事 既然在临死之前 战怀天回到了战家境地这边 并且创造了神种 那么说来 战怀天的神魂一直都在这神种之内 可是 为何 王晨在战场展龙阁发现的满荒之地当中 找到了战怀天的一丝残魂 而且如此霸道 到如今王晨道还没有练画那一道残魂 这又是怎么会事 你有很多疑惑 我知道 至于你现在说的这个疑惑 很简单 当初我返回战家的时候已经神魂不完整了 我撑着一口气 回到战家 你身上的那一道残魂 是当初被撕裂出去的 我不知道你如何获得 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那一道残魂的恶念 没错 那是当初我主动抛弃的一道残魂 你没有将它练画 说明你还有耐心 否则的话 你贸然练画 那一道残魂足以让现在的你吃亏 听到王晨的话 战怀天米勒眯眼睛说道 原来如此 战怀天的话 让王晨不免瞪大了眼睛 那是战怀天抛弃的一道残魂 而且是邪恶的残魂 这与当初王晨在想星辰宗的星辰秘境当中 看到的那一道淋雨的残魂不是一样 他们都是被主人主动舍弃的 王晨不由得有一些庆幸 他没有着急着恋画那一道残魂 否则的话 只怕麻烦不小 我该如何做 你能告诉我 你所知道的吗 王晨看着战怀天 沉生说道 来到这边 王晨便是为了追寻心中想要的答案 来到这边 王晨便是为了解开关于战家的秘密 王晨便是为了解开真神传承的秘密 战家的秘密 现在王晨是知道了 战家 竟然是真神的后代 那剩下的真神传承的秘密呢 这里面牵扯到很多 王晨也都不清楚 战怀天 应该知道很多 他能否告诉自己 我知道你疑惑很多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 战怀天沉吟了一下 正如你在这神种之内看到的 我战家是真神的后代 我战家第一个先祖 是真神的血脉 这件事情 天下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战家便是真神传承 留下来守护这一片天地的 这件事情 只有战家历代踏入到天神层次 并且通过了考核的强者才知道 而且 就算知道也不会传承下去 所以 你不知道是正常的 如今 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不是吗 剩下的真神传承 说实话 我当初也一直追寻真神的传承 有一些事情 我知道了 但是 不能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的很简单 真神的传承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战家 到你 是第八代真神传承 不出意外的话 将会是最后一代真神传承 因为 到你这第八代传承 加上真神自己 则是正好达到了九的极限 这只怕是真神早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 就此重修 冲破极限 我看 当初真神的陨落 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之所以留下传承 达到九的极限 是为了超越天地的禁锢 所以 你身上背负的担子 将会比任何一代传承者都要沉重 而且 我还可以告诉你 你便是我 我便是你 因为 我们八代传承 都是同一人 都是战万古 这是我看到你 才发现的事情 你的身上 有战万古的气息 虽然被掩盖得很好 或者准确地说 战万古 甚至就是真神 真神的传承 不过是轮回罢了 战怀天的眼神 变得凌厉无比 说到这边 他露出了一丝自嘲的笑容 我们不过都是棋子罢了 若是我猜测没错的话 真正下棋的是真神 怎么可能 战怀天说出的这一番话 让王臣惊呆了 真的是彻底地惊呆了 真神传承 同属一人 自己是真神的轮回 九世轮回 是为了超越极限 战怀天的话 可谓是识破惊天 如同晴天霹雳 王臣怎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接受 要知道 王臣这一生都在与那一只无形的手抗衡 都在与命运做斗争 当王臣以为自己一点点摆脱命运的时候 他却是被告知 原来他的出生 便是命运的安排 便是在千万年前早已经被筹谋好了的事情 这让王臣无法接受 我知道我的推断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你要相信我 这千万年来 我见过了多少个传承者 每一个传承者出现 我的怀疑便是加重了一些 只是 我从未告诉那些人 因为 我也是在怀疑罢了 但是 在见到你之后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是真神的一个安排 我们都是棋子 我们的命运 都是被安排的罢了 只可惜 战万古前辈不在了 否则的话 他肯定知道什么 因为 他是唯一一个超越了神王极限的人 他或许在踏破这个极限之后知道了什么 只可惜 他未曾留下丝毫的资讯 现在 这一切 只能让你自己去解决了 战怀天看着王臣 叹息了一声说道 这一份担子 多么沉重 战怀天知道 所以 他同情王臣 身为真神的传承者 在外人看来是风光无尽的 但是 事实上呢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自己是如何的悲哀 当你的生命化为一枚棋子任人摆布的时候 这是最悲哀的事情 尤其是你 根本无法发掘这一点 或者是根本无法摆脱这一点的时候 那才是让人感觉最无奈的 战怀天是如此 王臣是如此 任何一个真神的传承者都是如此 看着陷入到沉默当中的王臣 战怀天也是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他知道 王臣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心中的震撼 第3440章无法摆脱的命运 静静地看着王臣 战怀天并未去打扰王臣的思绪 这件事情的震撼 饶是战怀天也是消化了好久好久 何况是王臣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这个神种第六层 此刻好像是凝固了一般 呼 仿佛是经历了千万年的岁月 王臣终于是常呼出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 这可能是真神的一个计划 我们只是计划当中的棋子 王臣面色难看地问道 很可能如此 战怀天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陨落的 王臣问道 枯骨之地 遭受重创 之后 遇到了一股力量 那一股力量让我陨落 战怀天直接说道 枯骨之地 没错 当初战怀天进入到了枯骨之地当中 那时候的枯骨之地没有如今这么恐怖 但是 那边确是有着战万古 也是在那边 战怀天知道了战万古的更多 他遭受到了重创 重创离开枯骨之地 原本的战怀天是没事的 但是 杀他却是遭遇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攻击 那一股力量将战怀天推入到了深渊当中 我在枯骨之地见到了战万古前辈 只可惜他 想到战万古 战怀天忍不住唏嘘 他 多强大 王臣问道 很强 巅峰的神王未必是他对手 我当初已然达到巅峰 只是未曾突破极限 但是 我重创了 战怀天说道 嘶 这个结果让王臣倒吸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 自己岂不是 想要进入到那边 遥遥无奇 战万古前辈的强大 不是你能想象的 他便是另外一个真神 战万古 战万古 一战万古 万古无人能够媲美 当初 他曾经一人横扫上万修罗大军 是他在真神之后再一次将那些修罗逼退 甚至 如今的枯骨之地 若是那封敬还在的话 就是战万古留下的 战怀天继续说道 什么 这一番话 让王臣面色大变 一战横扫上万修罗 其中更有无数强大的修罗王 这是何等的实力 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一战万古 果然是万古无人能够媲美 他做到了为自己正万古之名 甚至枯骨之地的封敬是战万古留下的 这是王臣始料不及的事情 偷袭你的人 又是谁 王臣问道 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去调查 心中有一些怀疑 但是 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现在告诉你 若是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那只会影响你 这件事情 需要你自己去求证 战怀天直接说道 听到战怀天的话 王臣很失望 不过 想来战怀天说的也是没错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一条错误的路 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王臣清楚 武清雪 南海尊者是谁 赤妹 你可知道 王臣继续问道 武清雪 南海尊者 看来你也遇到了 还有那个赤妹 看到王臣的表情 战怀天的眉头一条 记住 不要相信任何人 纵然你与他们关系再好 也不要轻易相信 我没有追查到真相 但是 我怀疑 他们与真神有关 战怀天眼神一闪 说道 真神 不得不说 王臣有一些麻木了 心中好多好多疑惑 这一刻都被战怀天解开 每一个疑惑解开 都让王臣目瞪口呆 武清雪和南海尊者 还有赤妹 竟然是与真神有关吗 他们难道真的是真神时期的人 王臣眯起了眼睛 我也只是猜测 你自己去寻找答案 我的话 未必完全正确 但是 记住我的话 不要相信任何人 哪怕是身边的亲人 战怀天声音变得无比的严肃 说道这一番话 战怀天的神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显然 他当初很可能遭遇到过什么事情 而那件事情 让战怀天记忆犹新 一辈子都难以遗忘 很可能 那件事情 给战怀天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我知道了 看着战怀天 王臣重重地点了点头 武清雪 南海尊者 赤妹 想到这几个人 王臣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或许 真的不该相信这些人 并非是因为战怀天的话 而是在这之前 王臣便有所感觉 比如说子兰的事情 还有最后一道神魂 如此说来 也是在枯骨之地当中 我是不是找到那一道战万古前辈的神魂 便能够达到完整 便能够冲击真神层次 想到自己融合的神王残魂 王臣看着战怀天询问道 可以不出意外 你融合了我们所有人的残魂 冲击真神不成问题 这只怕也是真神留下的手笔 甚至 若是找到战万古前辈的残魂 他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战怀天感慨道 当初 他也想要这么做 可惜 战怀天失败了 我知道了 王臣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了毅然的神色 既然如此 那枯骨之地之内的神魂 王臣要定了 无论 战万古如今多么强大 王臣都要挑战 不过 这件事情 你急不来 如今的你太弱 若是遇到了战万古前辈的话 你必死无疑 感受到王臣的决心 战怀天连忙说说道 紧接着 陈赢了一下 他补充道 没有神王实力之前 你不能贸然进入到那个地方 甚至 若是没有达到神王极限 你都不要涉足那个地方 不过 我有一些办法能够帮助道你 我会告诉你 还有你身上似乎还携带着不得了的宝贝 我感觉到了一股似曾相似的气息 战怀天看着王臣 提醒道 同时 感觉到了什么似的 眉头紧锁了起来 这样吗 听到战怀天的话 王臣一愣 若是能够得到战怀天的帮助 王臣进入到枯骨之地自然是会简单很多 最起码 他能够少走很多很多弯路 这是王臣现在最大的资本之一 至于战怀天说自己的身上 似乎有什么东西 这让王臣不免疑惑 是什么让战怀天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天令 圣典 万鬼令 乾坤鼎 还是说九天星辰 王臣沉吟了片刻 将自己身上的东西 全部祭出 甚至 就连王臣的那一本战时 无法动用的盛典都已经祭出 他想知道 战怀天是感受到了什么 好大的机缘 看着王臣祭出的一件件至宝 战怀天 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的机缘 只怕比我们这么多传承者都要强大 甚至不逊色战万古前辈 天令 真神之物 圣典 真神之物 乾坤鼎 你或许不知道 这乾坤鼎只怕不逊色真神之宝 这是当初战万古前辈也曾经获得的宝物 天令 乾坤鼎 都是战万古前辈曾经拥有的宝物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流落出去的 但是 被你获得 便是你的机缘 圣典 更是连战万古前辈 都未曾得到 还有这九天星辰也觉非凡物 至于这万鬼令 有此物 你进入到枯骨之地会简单很多 加上我的帮助 只怕会事半功倍 看着王晨 这一刻的战怀天 满脸惊叹 眼中多出了一丝期待的眼神 王晨 似乎是一个机缘了不得的人 不愧是最后一代真神传承者 该获得的 他可能都会获得吧 真神不会允许在这一代传承当中出现问题 战怀天心中若有所思 这乾坤鼎和天令 竟然是当初战万古前辈所有之物 他也曾经获得了这两件至宝 听到战怀天的话 王晨瞪大了眼睛 果然 战万古也是一个机缘逆天的人啊 这两件至宝如何强大 王晨可是知道的 尤其是乾坤鼎 或许 战万古的修为惊天 但是 只怕他也是借助了乾坤世界修炼吧 否则的话 他的修炼速度着实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感受到的气息在这乾坤鼎之内 根据我的追查 乾坤鼎 似乎内涵世界 我感觉到的气息在里面 你在里面藏着什么 战怀天看着 看着乾坤鼎 疑惑地询问道 乾坤世界 里面我融入了一道地脉 另外 还有三个人在里面修炼 至于宝物 有风龙观和阴阳观 王晨沉吟地说道 他将乾坤世界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当真是好大的机缘 哈哈哈哈 竟然将尸王宗的地脉融入到了你的乾坤世界当中 也亏你想得出来 只怕这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 也只有乾坤鼎这样的混沌之宝能够接纳地脉的进入 否则的话 地脉如何磅驳 任何至宝 只怕在融合地脉之后都会崩溃 这便是你的机缘啊 至于你说的三个人 则则则 一个魔神传承者 一个万物之灵的药王 一个是诡异的狮王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想象的 知道了乾坤世界之内的情况 战怀天也是愣了一下 而后失笑了起来 小子 你的机缘真的很好 好好利用 会对你带来难以想象的帮助 魔神传承者 据我所知 魔神传承者很少出现 反正我未曾听说 如今魔神传承者出现 若是你与他联手 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帮助 尤其是那狮王 我知道他了 难怪我似曾相识 他来过这边 在神种之外 战怀天深深地看了一眼王晨说道 战怀天的这一番话 当真是是否惊天 他知道小运 而且小运来到过战家神种 这怎么可能 王晨目瞪口呆 对 谢谢大家